第01章 宿舍谈未来 帝都 A大 403宿舍座谈会 坐在书桌前看书的大姐间社长的刘涵开口道 你们实习结束后打算都留在原公司吗 在化妆镜前画眉毛的曾思思说 我签了我表哥的娱乐公司 下周就要进组了 大概要四个月 还是个女五号 说着手捧着脸对着镜子做幻想状 到时候我就是火遍全国的大明星了 想想就开心 刚把衣服亮好的王璐翻着白眼说道 醒醒吧 还没怎么着呢 就开始做梦了 你虽然进的是你表哥的公司 但是也不能给你表哥丢人吧 先好好练练你的演技吧 不服气的曾思思立马道 我怎么给我表哥丢人了 我进组肯定是抱着一颗学习的态度的 如果我敢作妖的话 不说我表哥了 就是我妈都会打锁的 说完还哭唧唧道 我怎么这么命苦呀 刘涵放下书道 得了吧 就你还命苦 那这世界上就没有命好的人了 坐下拿起书的王璐说 大姐说的对 不说其他 就你那个总裁表哥都得秒杀多少人了 说完看 向一旁发呆的严小小道 是吧 小小你说我们在公司 看见多少花痴女 对着你那总裁表哥犯花痴的 幻想着 有一天 能做处事集团的老板娘 严小小在一旁 进入了自己的思绪中 根本就没听见 其他三人的对话 王璐见他没回答自己的问题 走到严小小旁边 轻轻拍拍他的肩膀道 小小 小小 严小小立马从思绪中回神说 你们在说什么 王璐说 你在想什么呢 叫你好几声都没反应 严小小打起精神说 想工作的是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看你们一个个激动的 曾思思立马跑过去 搂着严小小的肩膀道 他们在说 我表哥呢 你说 我表哥是不是在公司 很受欢迎啊 严小小眼珠眼中的情绪道 是很受欢迎 公司的女同事一有空 就会讨论你表哥 说完转身去整理自己的衣服了 像是在逃避什么一样 其他三人正说的起劲呢 根本没发现严小小的异样 十几分钟后 刘涵撑着一背 转身对着严小小说 小小 你实习期结束后 有什么打算吗 严小小想了片刻说 我还没想好呢 我爸妈想我回老家 在我们那边的城市找个工作 离家近点 他们也放心 刘涵听完点点头道 父母都是这样的想法 都不想自己的子女 离他们太远 那你怎么想的呢 想回老家吗 严小小为难道 我现在还不想回去 想在这里工作几年 积累一点经验 回家才好找工作 哎 我也想家呀 曾思思跑到严小小旁边 挽住他的手臂说 小小 不要回老家了 我们都好舍不得你的 我们三个都打算留在帝都了 难道你就要抛下我们了吗 一旁的王禄也说 是啊 小小 请理不是说了 我们都有可能会留在公司的吗 那可是处事集团啊 刘涵也劝道 对呀 小小 这样的机会 有多少人挤破脑袋 也挤不进去的 你可要想好了 严小小点点头说 嗯嗯 我会考虑好的 大家都个忙个的事情 严小小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沉思着 第02章 闺蜜和家人 403宿舍 是一个很和谐友好的混合宿舍 社长兼大姐是刘涵 来自黑省 法律系的 因为她 要比其他三人大一点 所以大家都喊她大姐 确实也担得起大姐这个称呼 毕竟是学法律的嘛 总是会比较严谨一点 对大家 也是照顾友加的 有什么事 大家也会找她 听听她的建议 二姐是王禄 来自辽省 可是她用武力威胁 曾思思和严小小 不许叫她二姐 他们两人瑟瑟发抖地抱在一起 看着王禄给他们展示 她从小到大武术比赛 得到的奖牌和证书 从此 曾思思和严小小 就狗腿地喊她路姐 不得不服呀 谁不怕挨打呢 就这样 一个暴力女 居然是学会计的 和严小小一个戏 用她自己的话说 就是谁敢在我面前做假账 我就做的她妈 都不认识 虽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做过谁 但这也是她的一个梦想 梦想嘛 总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三姐曾思思 帝都本地人 音乐表演戏的 是一个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 一个有公主命 还好没有公主病的可爱型女生 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个 欲解范的女神 可有的时候 总是会做些狠蛇精病的事 离她的欲解之路越来越远 小妹就是严小小了 来自川省 也对得起她的这个名字了 年龄也比其他三人小两岁 因为从小成绩好 小学的时候跳了一级 初一的时候 又跳了一级 妥妥的学霸 也是一个身材娇小的美女 是宿舍里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 从小见惯了父母 为钱发愁的样子 对数字也很敏感 所以选择了会计系 严小小家 有一个哥哥严凯杰 比她大六岁 一个姐姐严贝贝比她大四岁 她是最小的一个 从小虽然家里穷 但是也是在父母 和哥哥姐姐的疼爱中长大的 哥哥为了两个妹妹 能好好读书 高中毕业 就出去南方打工挣钱 为家里减轻负担 哥哥从小成绩都很好 为了他和姐姐 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老师和父母 都为他感觉可惜 这也在严小小心里 留下了影响 从小就发愤读书 跳级也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姐姐读的师范大学 毕业后就在省城 找了一个初中教语文 后来家里渐渐好转了 所以说 严小小也是幸福的 读大学之后 为了不让家人太累了 自己也会经常做兼职 还有学校的奖学金 也为家里减轻负担 今年就是大四的 最后一个学期了 实习期也快结束了 今天正好周六 大家难得能都在宿舍 所以都问问之后的计划 除了大姐刘涵耀 因为她的梦想 是做一名检察官 其他三人 都要为了之后的工作拼搏了 可是严小小的心里 一直有一个身影 四年了 从第一次在宿舍看见 她就一直放不下 也不敢表现出来 因为她是曾思思的表哥 楚世裔 同时也是楚世集团的总裁 今年28岁 严小小埋藏在心里的爱恋 从知道 她的身份之后 就被打击得越来越不自信了 从小她也是亲戚朋友 老师同学眼里的学霸美女 可是自从来到地都读大学 再到见到楚世裔 直到现在暗恋楚世裔之后 她感到了从来没有的自卑 其实她心里也知道 自己舍不得离开帝都的原因 还有一个 就是舍不得离楚世裔太远了 哪怕她知道 自己的暗恋不会有结果的 她怕自己离开 就再见不到她了 这个秘密 她谁也没说过 包括曾思思 就让这个秘密 一直藏在心底吧 每天在公司 看见那么多的都市白领 从他们口中知道的千金小姐们 对楚世裔的名恋 暗恋多不胜数 第03章 留在帝都 每天到公司 来找她的不是某某集团的千金小姐 就是某某地产老板的女儿 要不就哪个很有名的大明星 从曾思思的口中 还知道了她还有一个初恋 也算是青梅竹马 两家是世交 他们在大二的时候谈恋爱的 大学毕业 他们突然分手了 那个女生就出国了 到现在 还有好多人为他们惋惜呢 晚上403宿舍的四姐妹 都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大家都起床了 今天虽然是周末了 但是还是各有各的事情 要忙了 严小小正在梳头发呢 手机视频铃声响了 她放下梳子 拿起手机一看 原来是姐姐 高兴的接通视频 屏幕上就出现一张 跟严小小有几分相似的脸 严贝贝看见屏幕上妹妹 还略带婴儿肥的脸说 小妹 最近还好吗 有没有好好吃饭 不要节食哦 我刚才给你打了一千块钱 没钱了 给姐姐说哈 严小小努力 不让眼泪流下来 笑着说 姐姐 我很好 我也在上班了 不用给我打钱了 你自己多买点漂亮的衣服 化妆品 好好地打扮打扮自己 再去谈一场美美的恋爱 给我找一个姐夫吧 严贝贝不好意思地道 臭丫头 还开起姐姐的玩笑了 好了 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的 你不想听了吗 严小小一听激动地说 什么好消息啊 快说快说 严贝贝没好气地说 别一惊一乍的 我和哥哥给爸妈做了思想工作 觉得你还是应该在帝都工作几年 好不容易考去了帝都 怎么能毕业就回家了呢 你放心的 在那边好好工作吧 家里有我呢 哥哥也准备 今年过年回家就不出去了 就在省城这边找个工作 家里有我们呢 你就好好地在外面闯吧 啊 姐姐 我爱死你们了 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的 以后接你们来地 都我啊 嗯吗 严小小开心地又跳又蹦地说 好了 好了 收敛一点吧 离开我们就那么高兴啊 没良心的小丫头 长大了就想飞了是吧 严贝贝故作不高兴地道 严小小一听立马道 才没有呢 我好想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的 想多晚上都睡不着呢 严贝贝好笑地说 就你会说 你等会儿给爸妈 和哥哥打个电话吧 他们都很想你的 嗯嗯 好的姐姐 我挂了视频就去打 拜拜了 爱你哦 严小小拿着手机 先给爸妈打个电话过去 电话一接通 是严爸爸接的 喂 小小呀 嗯 爸爸 我是小小 我妈呢 臭丫头 你们一个个的打电话回来 都是先找你们妈 我还是你们爸呢 怎么就没说找找我呢 哎呀 爸爸 你当然是我们爸爸了 在这不是 每次打电话回来 都是你接的吗 谁叫你带着手机呢 哼 不跟你个丫头说了 我叫你妈去 总是说话气我 说完电话那头 就传来了严妈妈的说话声 老严 你跟谁打电话呢 谁又在气你了 严爸爸没好气地说 还不是小小那个丫头 三个孩子除了她 还有谁能气我呀 严妈妈拿过电话说 得了吧 你还不是每次都是 抢着接小小的电话 气你还那么高兴啊 接着对着电话说 严头 打电话什么事啊 严小小高兴地说 妈妈 我听姐姐说 你们同意我在帝都上班了 是真的吗 严妈妈笑着说 真的 爸妈同意了 你还年轻 多在外面闯荡几年 不要怕失败 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 永远是你的后盾啊 你想什么时候回来 就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一直都在家里等你啊 严小小再也止不住 眼泪了妈妈 谢谢你们 接着又聊了一会儿家常 便挂了电话 给哥哥严凯杰 也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哥哥不是话多的人 只是嘱咐了几句话 挂了电话 就给严小小 打了三千块钱过来 第零四章 房子搞定 严小小看着手机里 哥哥姐姐打的钱 心里五味杂陈 他们都说 虽然这点钱在地都租房子 生活只能算杯水车薪 但也是他们的一点心意 严小小知道 哥哥姐姐挣钱不容易 可他不收他们的钱 他们也不会放心的 所以他还是咬牙收下了 拿出记账的笔记本 记上这几年 哥哥姐姐给他打的钱 他发誓 自己以后一定会 十倍百倍的还给 哥哥姐姐的 一定不会忘记 他们从小对他的付出 特别是哥哥 本来可以享受大学生活的 可为了他们不得不高中毕业 就出去打工挣钱 这几年什么工作都做过了 什么苦都受过 想想都为哥哥觉得委屈 妈妈说过 一家人就是要相互帮助 可是也不能一味的索取 不付出 这样只会伤了家人的心的 宿舍里的其他人 也听见了他打的电话 都为严小小感到开心 王露说 小小 你终于可以留在帝都了 我们什么时候出去看房子呀 曾思思马上跳出来说道 嗨嗨 租房子 怎么不找我呢 王露和严小小 一听相识一笑 立马勾腿的讨好曾思思说道 好思思 思思富婆 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那个房租 能不能稍稍的将那么一点点呀 说完还用手指头比一下 曾思思看 他们两人很时去说 好吧 本公主今天高兴 就一人收你们一千块钱的房租吧 两人一听 高兴的抱在一起 又跳又笑的 恨不得把曾思思供起来 刘晗在一旁看着他们闹 也为他们感到开心 他们四姐妹终于不用分开了 真好 因为他自己有研究生宿舍住 一开始也在为严小小和王露担心 在帝都租房子太难了 更何况 还是两个刚刚毕业的小丫头 总怕他们出去会遇到骗子 会租到安保不好的房子 现在好了 一切都解决了 曾思思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 有一套套二的小房子 还是考上A大的时候 妈妈奖励她的 她以为宿舍里的人都不好相处 觉得先忍一年 大二就搬出去住 谁知道这一住就住了四年 还分不开了 他们偶尔会去那套房子做饭 打打牙计 四个人在里面肆无忌惮的玩闹 现在正好可以跟陆姐和小小住 她本来不想收他们的钱的 也知道他们一定不会同意 所以就像征信的 收他们一人一个月一千块钱的房租了 正好离他们上班 也不远 完美 说干就干 四个人马上就行动起来 帮他们搬家了 曾思思打算叫家里的司机来了 她自己的行李 可以叫家里的佣人来帮她收拾 还好司机叔叔开了一辆SUV 一趟就把他们拉到了警华院小区 这个小区治安是没得说的 荡荡的 为了庆祝搬新家 四个好姐妹 肯定得好好地庆祝一下了 因为经费有限 大家也没选高档的餐厅 而是选择了一家很热闹的火锅店 四人都是能吃辣的主 当然是选择红油锅底了 严晓晓作为川省人 肯定是数她最高兴了 好久没吃火锅了 你们随便点哦 今天我和陆姐请客 大家都不要客气啊 王陆立刻附和道 对对对 大家不要客气 随便点 四姐妹高高兴兴地吃了俩小时 都挺着肚子 回警华院小区 大家都舍不得分开 以后这样同吃同住的日子 肯定会越来越少的 回到家 曾思思立马道 今晚我和晓晓睡 大姐和陆姐一起睡 因为上次都是陆姐和晓晓一起睡的 其他三人都没意见 几人每次过来警华院 都是轮换着睡的 一夜无梦 第零五章 她的八卦 周一一早 严晓晓和王陆吉 匆匆地在路上买了点早餐 边走边吃 其他两人还在睡懒觉 估计昨天也累着了 这两人今天也是闹钟想几遍了 才挣扎着爬起来匆匆洗漱完 就一路赶来公司了 没办法 这就是打工人的悲哀 严晓晓来到自己的工位上坐好 打开电脑 开始了一天工作 中午和王陆一起跟同部门的同事 在公司食堂用午餐 听着隔壁桌营销部门的同事说八卦 感觉还挺下饭的 谁谁谁为了个单子 某某公司的老总去酒店了 谁谁谁出差回来 撞见男朋友劈腿了 还在他们的房子里滚床单呢 妈呀 城里人真会玩 好想回农村呀 突然 旁边一个同事假小声的说 你们知道吗 今天有个美女来公司找楚总了 我去前台拿快递的时候 正好看见了 严晓晓拿筷子的手盾了一下 继续吃着餐盘里的饭 其他几人听完 马上围着那个同事假巴挂道 真的吗 你知道是谁吗 长得怎么样 同事假说 长得挺漂亮的 说话温温柔柔的 很有气质的一个美女 她跟前台妹妹说她叫林婉婷 前台妹妹打电话给楚总的助理 都没预约就直接上去了 同事已疑惑道 林婉婷好熟悉呀 同事并接着说 林婉婷不是楚总的那个初恋吗 几年前的一个八卦杂志 不是报道过的吗 旁边的同事一个个激动的说 不是说林婉婷出国了吗 怎么回来 就来楚氏集团找楚总呢 难道是想复合 同事们都在叽叽喳喳喳的议论 今天的大八卦 坐在一旁味通嚼辣的严小小 根本听不进去其他几人的八卦了 看着餐盘里的饭菜 也完全没有了食欲 自嘲一笑 还在期待什么呢 胆小鬼 你本来就没有机会的 你一开始 就是被淘汰的那一个 王露也正在津津有味的 听着新鲜出炉的八卦 根本没人发现 严小小的异样 严小小根本没有了食欲 跟王露说了一声路简 我吃好了 想起还有一点工作没做完 我先去办公室了 王露正听得起劲呢 敷衍的说 嗯嗯 你去吧 我一会就上来 严小小收拾好餐盘 一路坐着电梯来到了顶楼 这还是他无意中发现的 有次他好奇 公司的电梯能不能到顶楼 顶楼的门能不能打开 因为他喜欢站在高处 看下面的风景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来 到了顶楼 门还真的能打开 于是 这里成了他疲惫时候 放松心情的地方 看看远处的高楼 看看下面的车水马龙 还好自己没有恐高症 就觉得自己好渺小 这些大楼里 还有多少人 在为了过得更好而努力着 人生百态 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生活 就是生容易 活很难 打开顶楼的门 来到看台的长椅上坐下 慢慢地陷入了沉思 回想这块四年的暗恋 那是他第一次来到 传说中的A大 第一次来到帝都 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 什么都想了解 那天是哥哥送他来的学校 来到宿舍还没有人来 看来他是第一个到的 哥哥看看 环境还不错 不愧是国内一流的大学 哥哥看见 旁边放着一个很旧的塑料桶 拿着出去打水 严小小拿起旁边的扫帚 把屋里打扫了一遍 两兄妹都是做惯了家务活的 这点活还不算什么 一会儿就整理完了 第06章 回忆初十 哥哥严凯杰提着筒 去外面倒脏水了 严小小选择了上铺的床 正在床上整理床铺 没注意外面有人进来了 外面的人看见门是打开的 就直接走进来了 也没注意里面有人 严小小面朝着床铺 站在梯子上 正准备下来的 听见门口有声音 转过头来看看是谁 没想到看见了一个 穿着一身休闲装 一看就很贵的衣服 大概有一米八多的帅气男生 看一眼就会被迷住的长相 严小小就这样看呆了 完全忘记了 自己正站在梯步上 那个男生看见宿舍有人 一个女生正站在梯步呆呆的看着他 他一向对这些目光都已经免疫了 毕竟从小到大 他都是最受瞩目的那一个 今天一路走来也是这样的目光 他皱皱没说道 同学 你好 严小小一下就回过神来 红着脸不知所措 一脚就踏空了 心想 完了完了 这下丢脸丢大了吧 说不定还会断手断脚了 哥哥 救我 可能是上天真的听见了他的呼救吧 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拿下蒙住眼睛的手 转头就看见一张帅气的脸 静看更是迷人 更是俊巧绝伦 脸如雕琢般 五官分明 有棱有角 俊美异常 原来自己喜欢的是这样的严吗 一看自己正躺在他的怀里 原来是他接住了自己啊 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太重了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头顶传来了很好听的说话声 同学 没事吧 可以站起来吗 严小小红着脸 不好意思说道 同学 谢谢你了 我 我 我可以站起来了 结结巴巴的 连自己说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男生轻轻地放下他 站在一旁 一只手揣在兜里说 我送我表妹来学校的 她也是这个宿舍 我先帮她把行李提上来 马上她就来了 话落门口就传来了一声 杂杂呼呼的声音 表哥 表哥 你也不说等等我 害我在后面追得快断气了 说完 扶着腰喘着气 想平复一下 转头看见 表哥面前正站着一个红着脸 身材娇小的美女 脸上还带着一点婴儿肥的 穿着一身浅黄色的连衣裙 虽然看着不是名牌 都是一看就是新的 很适合她 还以为是同宿舍的 同学家里的妹妹呢 可能是送姐姐来学校的吧 曾思思轻轻地说道 小妹妹 你是送你姐姐来学校的吗 还有其他人来了吗 严小小一下又不好意思了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自己因为长着一张圆圆的脸 有跳级 跟同班同学比 一直都是他们眼里的小妹妹 总是被人误会 还是初中生 严小小 不是 我也是住在这个宿舍的 是我哥哥送我来的学校 她倒水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曾思思一听惊讶了 一旁的男生也挑挑没想 抱着那么小一个 还以为是初中生吗 看不出来 曾思思伸出一只手 大大方方道 不好意思啊 你看起来好小呀 误会了 你好我是曾思思 你的社友 我们未来可能会一起住四年哦 严小小连忙伸手道 你好 我叫严小小 你的社友 曾思思拉过一旁的男生介绍道 这是我表哥处示意 很帅吧 你不知道 刚刚一路走来有 多少女生盯着他看呢 哈哈 我表哥就丢下我一个人走了 害我在后面追 楚示意给了他一个眼神 你自己腿短 怪谁 曾思思一看表哥的眼神 想着他平时的毒蛇 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也就不理他了 拉着严小小说话 严小小从这以后 记住了他的名字 楚示意 一记就是多年 好像已经深深的烙印在心上 想去去不掉 想忘忘不了 平时就在曾思思的嘴里 听他说楚示意的一些事 只要是曾思思说的 他都记得 一直在脑海里反复回忆 想想都觉得 他正站在自己面前 包括今天的这一幕 也是他这么多年来的甜蜜回忆 回忆里都是美好的 偶尔翻翻 感觉还是那么甜 可现实 第07章 看见他和初恋 收拾好心情 回去搬砖吧 一下午都让自己忙碌起来 不去听 不去想 就不会痛了 时间慢慢到了下班时间了 王陆来叫严小小 走吧小小 下班了 严小小边 收拾桌面边回答 嗯好的 马上收拾好就走了 两人来到了公司楼下 下班的同事 都走得差不多了 身后传来了说话声 转头一看 三个人迎面走来 第一眼就看见了 那个朝思暮想的人 楚氏集团的总裁楚氏仪 还是那么的吸引人 后面是他的助理 秦帆 秦助理也是大帅哥一个 楚氏仪旁边 有一很有气质的美女 应该就是今天的八卦对象 林婉婷吧 心里有点酸 是怎么回事 楚氏仪看见前面 站着两个女生 仔细看原来 是丝丝的摄友 其中一个 还是当初救过的那个女生 看起来长高了一点 不过脸上 还是带着一点婴儿肥 听表妹说她跳过两级 现在应该才二十岁吧 看起来比第一件的时候 成熟了一点 不过在她眼里 还是个小女孩 如果后面的秦帆 能听见她老板的心里话的话 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老板什么时候 对人的印象这么深刻了 更何况还是个女人 她不是除了旁边的林婉婷 最烦其他的女人了吗 看来楚氏仪 也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这一点变化 来到两人面前说 你们也在楚氏集团上班吗 网路大方的说 是啊 初总 你们也下班了 我们在楚氏实习 已经上班两个月了 严晓晓跟着说 楚总 你们好 楚氏仪说 你们住哪儿 叫秦助理送你们回去吧 也感谢你们 这么多年来 对思思的照顾和包容 旁边的林婉婷和秦帆 都有点吃惊了 楚氏仪什么时候 对女人这么好说话了 看来这两人不简单啊 网路和严晓晓连忙说 不用了 楚总 我们住的地方离公司不远的 我们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林婉婷一听 脸色也没那么防备了 还挺识趣 思思的朋友吗 楚氏仪转头对林婉婷和秦帆说道 他们是思思的摄友 经常在家庭思思 提起他们宿舍的挤人 继而对王露和严晓晓说 那好 我们就先走了 严晓晓失落地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旁边王露拍拍胸口说 妈呀 楚总旁边的那个女人 一开始就用痴人的目光看着我们 还好我们拒绝了 不然 她一定会把我们吃掉的 严晓晓倒没注意这个 好笑地说 你陆姐还有怕的人吗 王露说 你不知道罪毒妇人心吗 特别是这种有男人的女人 谁觊觎他男人 他拼命地会把你给撕了 仿佛谁都看他男人一眼就有罪 看谁都像小三小四 太可怕了 严晓晓 你怎么这么懂 你不是都只会武力解决吗 王露傲娇地说道 切 没谈过恋爱 还没看过宫斗剧吗 看他们撕的时候多爽呀 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男人的女人惹不得 特别是那个男人还特别的优秀 那更是抢不得 严晓晓苦思的一笑 好受打击呀 心里加油打气道 谁说要抢了 我也不要有女人的男人 哼 一定要风情绝爱 不稀罕 两人路过超市 买了一些日用品 蔬菜水果 里面有调料 回家都摊在沙发上 累得动不了了 休息一会儿 起来做饭了 吃完饭 两人各自洗漱好 回各自的房间 严晓晓打开电脑 登陆自己的微博 写下今天的心情 酸涩 难过 茫然 和对未来的不确定 保存在私密日记里 这也是多年来自己的习惯了 他对处事宜的爱恋 都悄悄地记录在了 这个私密日记里 不敢对人说的话 都记录在了这里 这里面有他的甜蜜 自卑 胆小 懦弱 这也是他的龟壳 感觉有了保护伞 有了宣泄的出口 再难过的是的 等过个几年 十年 二十年 再回头看看 那不过 是一个玩笑 所以都说 时间能治愈一切呢 第08章 生日宴 生活还在继续 再过几天 就是曾思思22岁的生日了 他的群里面通知了三人 到时候来参加他的生日宴 他在地豪会所 订了一个豪华包间 就请了他以前的同学 玩得好的玩伴 一些平辈的亲戚 都是一些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三人商量好了 一起送了他一套口红 价格都在几人 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咬咬牙 还是能负担的 这一天 三人一起来到了地豪会所 曾思思站 在门口等着他们 看见就给他们 一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今天的曾思思 打扮得就像是一个公主 跟他很配 如果是换了其他人 肯定会不伦不类的 可曾思思就很适合 这样的打扮 他本来也是 他们家的小公主吧 几人进去了 就坐在旁边吃东西 隔壁沙发上还有几人 互相点点头 曾思思给他们介绍 原来是他的高中同学 看穿着也不是很大牌的衣服 曾思思就是这样的人 交朋友从来不以全压人 不看别人的家世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喜欢他 性格也不交蛮 一会儿 刘涵想去上厕所 想叫人陪他一起 看到王璐 已经跟旁边的人聊得火热了 不好意思打扰他 就叫了严晓晓 陪他一起去 严晓晓在外面等着刘涵 帮他把包拿好 走到旁边的 一颗高大的绿枝旁等刘涵 感觉后面有声音 刚想走开 觉得偷听别人说话不好 就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楚氏义 你难道就没有心吗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我已经这样第三下四的回来 找你复合了 你还想怎样 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 林婉婷 分手也是你说的 我是看在我们两家 那是试交的份上 昨天晚上才请你吃饭的 你凭什么在我妈面前 给她一种 我们已经复合的错觉 楚氏义不理会 林婉婷难看的脸色继续说 既然分手 我也不会再复合的 你走吧 今天是思思的生日 我不想跟你吵 林婉婷气愤极了 说你还是那么的狠心 思思也叫了我那么多年的姐姐 我今天来给她过生日怎么了 楚氏义淡淡道 随便你 说完转身就走了 林婉婷看着她绝情的背影 恨恨道 那你就别怪我狠心了 说完也走了 严小小在绿植后面 看到了全过程 担心的想 她想干什么 楚氏义会不会有麻烦啊 背后传来了刘涵的声音 小小你在那干嘛呢 严小小慌忙转过身说 大姐 你出来了 我们赶快进去吧 说着 就拉着刘涵走去包厢了 开门进去 正好看见楚氏义 正给曾思思送礼物呢 是一把车钥匙 思思 你今年也毕业了 以前说好的 要送你一件毕业礼物的 曾思思开心的接过车钥匙说 谢谢表哥 那我的生日礼物呢 楚氏义好笑道 放心吧 不会少了你的 我已经叫秦助理 给你送去家里了 表哥 还是你好 我的车在楼下吗 嗯 等会儿你开回去吧 说好了 喝酒不准开车啊 知道了 我已经在这订了房间了 我们今晚都住这 明天再回去 楚氏义也没管他了 去旁边跟几个亲戚家的表兄弟 喝酒谈试去了 曾思思把房卡给了三人 被他们说 等会儿 你们谁想休息了 就直接去五楼 你们的房间都是挨着的 三人接过卡放包里 曾思思带着严小小他们 去跟朋友们玩了 一会儿就打闹成一片了 玩游戏的 喝酒的 唱歌的 严小小喝的是饮料 一直都在注意楚氏义 他们那边的动静 一会儿就看见 林婉婷端着一杯酒走向他们 只看见几人互相打了招呼 就坐下交谈了 估摸着十几分钟后 他们其中的一个 穿得很夜场型男的男人 叫服务员端来了几杯酒 亲自给几人放在面前 坐下后 无意间 还跟对面的林婉婷 使了个眼色 就转过头 继续跟旁边的人交谈起来 这边的严小小 也看见了他们之间的眼神对视 很担心楚氏义会有危险 可是 他也不能莽撞地冲出去 因为他也不知道 楚氏义会有什么危险 只好静静地注意 他们那边的动静 第零九章 初吻没了 这边 楚氏义一桌的人 一边聊天一边喝酒 一杯酒喝完 渐渐地他 感觉心里像着火似的 有一个小火苗在慢慢地烧着 但是还能忍受 他不动声色地装作若无其事地 看向一旁的林婉婷 觉得他的眼神有点闪躲 想着之前在外面他们的对话 肯定是他搞的鬼 他是想让自己酒喝对他乱性 好让自己对他负责吗 哼 看来自己还是太温柔了 让这些人都不记得 他楚二少的手段了 先把眼前的事过了 之后再算账 楚氏义拿出手机 对其他人说道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也没等他们回答 转身就走了 别人也以为他 有狠急的事 要处理 毕竟是楚氏集团的总裁嘛 严晓晓看见楚氏义走了 赶紧跟旁边的刘涵说 大姐 我想回房间休息了 你们先玩吧 刘涵正跟旁边的一个女生 聊法律上的事情 也以为她是上班太累了 想休息了 觉得这里是曾思思找的会所 安保也很好 出门 就坐电梯上去了 没什么危险 放心地答应道 你去吧 我们等会儿直接回房间了 就不来找你了 你把门锁好了 严晓晓回答好 就拿着包走了 出门就看见楚氏义的衣角 在楼梯拐角一闪而过 他立马跟了过去 悄悄地跟在后面 楚氏义知道 林婉婷肯定会跟出来的 他故意说要走 让他以为他要去停车场 所以他走了楼梯 曾思思定的包间在二楼 但是没人知道 他一直在这里的三楼有个房间 因为这个会所的老板 是他的好哥们 给他们几人都留了房间 就是为了几个聚会的时候 好好地喝酒 现在也排上用处了 严晓晓跟着楚氏义来到了三楼 这时的楚氏义已经感觉很难受了 就像火在周围烤着一样 走路也开始困难了 只能扶着墙壁找房间号 快了 还有十米远 前面就是了 一心急就差点摔倒了 严晓晓连忙跑过去 扶住他的手臂 还以为他受伤了呢 抬头看着楚氏义 脸色也不对劲 但是也不像是受伤的样子 楚氏义正是在爆发的边缘 突然闻到了一股好温的香味 接着旁边出现了一个人影 额头上也传来了一股很舒服的凉意 他一把抓住了要离开的手 感觉很舒服 不想他离开 在他还有一点点理智尚存的时候 带着女人走到了门边 用指纹打开了锁 急切地走了进去 关门 一气呵成 这时 严晓晓才发现了不对劲 可是嘴唇上传来的感觉 让他一点点地忘记了挣扎 沉沦在了这个梦里 出现了无数次的吻 他知道这是不对的 可是 怎么办呢 他舍不得推开它 他怕推开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希望这是梦 让自己再也不要醒来 多希望时间能在这一刻停止 慢一点 再慢一点 严晓晓闭着眼睛 享受这个吻 衣服 鞋子 内衣内裤 凌乱地重叠在了一起 严晓晓这时 也发现了楚世翼的不正常 感觉他体温的不正常 脑海里 闪过以前看过的电视电影 瞬间明白了 原来是被吓歪了 林婉婷是想霸王硬上弓吗 可惜被自己截胡了 不知现在自己是该高兴 还是该难过呢 严晓晓急忙推了一下男人 轻声喊道 楚世翼 楚世翼没回答他的话 只有行动 慢慢的 严晓晓浑身无力地沉沦其中了 第十章 奇怪的梦境 持续到半夜两点才消停 这时的严晓晓 已经累得进入了梦乡 窗外的月光 从窗帘的缝隙中 照进了一丝光亮 就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牵引着 往严晓晓路在被子外面的手腕上 带着的那条引手镯而去 光亮成了一条细细的 像蚕丝一样的丝线 往手镯里面去了 大概有五秒钟的时间 就停止了 除了窗外的月亮 谁也没发现 这个不可思议的变化 这时 在梦里的严晓晓 看着眼前的一切 直接呆愣住了 周围都是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 五颜六色的合在一起 沙是好看 他这时正站在一口井旁边 真担心 再往侧面走一步 就会掉到井里去了 低下头看见 井边都是镶嵌的玉石 虽然他不懂玉 只是觉得 这玉很好看 翠绿翠绿的 跟井里的水样的绿 绿水接绿玉 白波生白龟 好想喝一口呀 可是 却不敢轻易地 碰这里的任何东西 虽然清楚 这是个梦 很真实的梦 能感觉自从进入到这里 就觉得身上的酸痛都没有了 体态轻盈 还能闻到周围的花香 混合着果香 转头看见 后面有一个很有古风味 也很气派 又带了点现代风格的四合院 还是两层的 远远的还能看见 二楼是镂空的 隐隐能看见 里面的摆设很好看 向着房子走去 来到大门前 敲敲门 没有任何声音回答他 又试着敲了几下 还是没有动静 推开门走了进去 入目的是一个假山假山下面 是玉石砌成的池子 里面还有几条井里 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的 好不自在 池子里面 还有一些玉石和翡翠 各种颜色的都有 以前严小小他们 还被曾思思科普过各种各样的玉石 所以 还是有一点点知道 这些玉石都是很好的 看起来比曾思思的 那个十几万的翡翠手镯还好 严小小看着这些玉石翡翠入眼的随处可见 就像主人随手一扔的一样 心里咋舌 谁这么败价 这可全都是钱 不要可以丢我 这也太暴天天物了吧 他还不知道 这些玉石翡翠 还真是主人随手一扔的不要了的废品 他继续向里面走去 来到正堂堂屋 看见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幅画像 上面画的是一个穿着粉紫色的古风衣服 仙气飘飘的 好像在对着自己笑 他就这样定定地看着画像里的女子 突然里面的女人动了 就像要飞出来一样 女人还真的飞到了严小小的面前 吓得严小小慌忙蒙住了眼睛 呜呜的叫道 你 你是人是鬼啊 喂喂为什么会出现在我 我的梦里 干嘛要来吓我啊 妈妈 女人被吵得烦了 手一挥 严小小就定住了手 也被动的放下来了 更是叫不出声音了 睁着眼睛 眼泪哗哗的流出来 看来被吓得不轻 楚楚可怜的样子 鼻头也红红的 苍白着脸 女人一看她这样也心软了 不再吓她 柔声的说 我定住你 只是想让你安静下来听我说 严小小一愣 好好听的声音啊 说话好温柔 应该不是要吃我的吧 毕竟她那么美 吃香不能太难看了 有损形象的 她也不再流眼泪了 眨眨眼好像在说 我听话 我会安静的 女子也懂了她的意思 挥了一下衣袖 严小小就能动了 女子继续说 我并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 我来自修仙界 也是无意中撕开了空间裂缝 来到了这个世界 这里是我的如意空间 我只留了一缕神石在这里 你是也有了一个机缘 才进来的中进来的 严小小窃窃窃道 那你是谁呢 我还能出去吗 女子笑着说 你醒了就能出去了 至于我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我叫紫渊 你叫我紫渊姐姐吧 严小小见她这么好说话 也不再害怕了 高兴地叫了一声 紫渊姐姐 紫渊也有一千多年 没跟人说话交流了 脸上的表情 也更加柔和了 弹开手 掌心出现了一粒 像石榴子一样的东西 红红的像宝石一样 隐隐地还能看见 里面有水珠在流动着 紫渊对严小小说 第一次见面 送你一件礼物吧 吃了对你身体好的 说完还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 严小小感觉自己被看穿了 觉得自己做的坏事被发现了 脸红的就像这个红宝石一样 接过了紫渊手里的东西说 这个真的可以吃吗 紫渊点点头说 放心吃吧 我好不容易见着一个人才 不舍得把你堵死呢 严小小放心地吃了 入口即化 都不用吞咽 就顺着喉咙流进肚子里了 感受一下 也没什么不好的反应 也就放心了 第十一章 梦里的紫渊 紫渊看着严小小吃下了果子 对严小小说 好了 你走吧 我们有缘再见 严小小纳闷了 我们还会再见吗 梦里吗 只见紫渊手一挥 她就闭上眼睛了 紫渊看着远处 喃喃自语道 我们还会不会再见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严小小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在床上了 她还记得那个梦 感觉既真实 又很不可思议 世界上真的有那样一个地方吗 不是小说里面才会出现的吗 这么玄幻的事情 还能让自己碰见 怎么这么不真实呢 转过头 正好对上了 楚世翼裸露的胸膛 视线网上 看着那张帅气的脸 特别是现在睡着的时候 太引入犯罪了 好想再轻一下 她也那么做了 慢慢的 向楚世翼的嘴唇轻去 她不想闭眼 她要牢牢的记住 此时此刻的感觉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靠她这么近了 盯着她看了好久 又怕楚世一醒来 听她说一些她不想听的话 电视剧电影 不都是那么演的吗 男人起床 发现旁边 躺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就说 你说多少钱 我是不会负责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有什么 是钱不能解决的吗 说着就甩出一打钞票 哼 她才不要她的钱呢 也不想面对她 所以就只能跑路了 想着 一下弹坐起来 跳下床 拿起床头的浴衣 裹在身上 借着一点点月光 看见了掉落在门口的衣服 捡起来冲向了浴室 也不敢弄出太大的动静 只能快速的穿好衣服 看向镜子里面的自己 脖子上的点点红眉 犯难了 怎么遮呢 眼睛又瞟向了一旁 刚才带进来的衣服 她把楚世一的衬衣 一起带进来了 借用一下 应该可以吧 可以的吧 嗯 可以 拿起衣服穿上 太大了 把两只袖子往上挽 下摆打个结 对着镜子再整理一下 嗯 可以了 能遮住一点试一点吧 顺便再拿起旁边的浴衣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轻轻地打开浴室门 亲手亲脚地路过床边 看着睡着的楚世一 强迫自己赶紧离开这里 害怕穿着鞋子会有声音 所以只能拎着鞋子光脚走 来到门口 轻轻地打开门走了出去 担心外面的走廊的摄像头 会拍到自己的脸 就用浴衣蒙住头 快速地往楼梯间走去 也不敢坐电梯了 她想回自己的房间 可是自己也没有带化妆品 不能用遮瑕的东西了 严小小来到刘涵的房间门口 把房卡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塞进去 想着等早上给她发条信息 现在她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又从楼梯间去到一楼 从侧门出去了 来到外面 还好外面还停了几辆出租车 她走到离自己最近的一辆 打开门上车 她在出了楼梯间的时候 把御医丢在了垃圾桶旁边 整理了一下头发 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狼狈 司机师傅看见上来了一个年龄不大的美女 看着不像经常混鸡夜店的那种女孩 也没说什么 问道 小姑娘去哪儿呀 其实严小小现在也提着一颗心的 自己还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坐过出租车呢 害怕遇到新闻里面说的那些事情 想着包里有一瓶防晒喷雾 应该可以的 就把包包的紧紧的 故作镇定的说 师傅麻烦送我去警华院小区 谢谢了 一路无话 车开到了警华院小区门口停下 严小小扫码付钱下车 用门禁卡打开旁边的小门 进入小区 回到家了 心菜终于放下来了 吐出一口气 放松下来 来到浴室放水 准备好好地泡个澡 躺在浴缸里才想起来 在自己累得昏睡过去的时候 身体可是浑身难受得很 怎么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呢 难道是梦里吃的那个果子吗 可是 怎么可能呢 那可是在梦里啊 第十二章 楚事意的怒火 实在想不通也不想了 反正没什么感觉了 想着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 心情也开始低落起来 手无意识地拨动着 谁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 我真是个胆小鬼 做了却不敢面对他 真失败 可是我真的不敢面对他 这种事怎么说嘛 他肯定会觉得我是故意的 烦死了 不想了 顺其自然吧 哭累了 起来准备还能睡三个小时 睡前 编辑好准备发给刘涵的短信 告诉他 自己回家了 忘记带今天上要用的东西了 房卡帮忙退一下 顺便跟王露说一下 早上来到公司 看见王露也来了 王露来到严小小的工位旁对他说 小小 早上几点走的呀 怎么都不叫我一起呢 严小小一边做事一边回答道 太早了 我不是怕打扰 你休息吗 就没跟你说 好了好了 去工作吧 等会儿 经理叫来了 这边 早上处事宜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眼睛还没睁开 抬手捏捏眉心 可见心情很不美丽 也没理会手机那边的人 突然想起来了 昨晚上被吓歪的事了 转头往旁边一看 没人 仔细听听 浴室也没动静 难道是走了 拿起旁边的浴巾围在了腰上 在房间到处看看 确定没人了 坐在床上回忆昨晚上的事 全程两人都是吸着灯伴的事 他只记得 那个女人的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不像是香水的味道 无意间挑到床上 刚才自己掀开的被子露 出来的红色 心情更郁闷了 一定要找到这个死女人 吃干抹镜拍拍屁股就走了 什么东西都没留下 是想抓住自己的把柄 好以后回来威胁她吗 是林婉婷 还是商业上的敌人搞的鬼 哼 最好不要让我查到你是谁 不然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心中的怒火 怎么都压不住 想不到我堂堂楚二少 也会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 忍着怒气 打电话给秦助理 叫他查昨晚上房间门口的监控 一定要找到那个女人 顺便送衣服过来 秦助理听见老板的声音 隐隐带着怒火 不知道谁敢去摸老虎屁股的 就听见老板叫他办的事 知道事情大发了 赶紧听命行事了 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走着 半个月过去了 今天周一 严小小的上司 叫他去前台拿一下文件 来到前台 对小玲说 小玲 今天是不是有我们部门的快见 小玲 是的 刚才我给你们主管打电话 叫人来拿的 说完转身去拿了 给 严小小结果说 谢谢了 刚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门口进来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一看 原来是林婉婷 挽着一个很有气场的妇人 看着今天的林婉婷柔柔弱弱的 一点也没有那天晚上的那种猙獰的表情 根本就跟今天见到的林婉婷联系起来 像是两个人 就听见小玲说 楚夫人 您来了 要不要我打电话通知一下秦助理 叫她下来接您呢 原来是楚氏义的母亲啊 楚氏义的长相 还是有两分像眼前的这位楚夫人的 听见楚氏义的母亲说 不用了 我又不是找不到她的办公室 我们自己上去就行了 说着 两人就朝电梯走去 也没注意一旁的严小小 小人物吗 谁会注意呢 两人来到39楼的总裁办公室 楚母推开门走进去 后面跟着一脸温柔的林婉婷 和一脸恭敬的秘书小姐 楚氏义听见开门 声皱着眉抬头 看见是自家的母亲 掩饰住脸上的表情喊道 妈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怎么不打电话 楚母一听不高兴了 说 怎么 我来看我儿子还要预约吗 楚氏义叫秘书送几杯茶进来 回答楚母说 怎么会 我是怕打扰你的事了 今天没跟你的闺蜜们约会吗 楚母旁边坐着的林婉婷 一脸痴情的看着楚氏义 鲜少能看见楚氏义 有这样的表情和语气 也只有在她的家人面前 才会这样的吧 这样的楚氏义 怎么不让人着迷呢 她是不会放手的 第十三章 楚母催婚 从那天晚上到现在 心里一直都很担心 给楚氏义打电话 刚接起来就说 有事要忙 后来电话 都是秦助理接的 来公司找她 也不让她进办公室 也是让秦助理打发的她 难道是那天晚上的事 被她发现 是自己让表哥做的了 不会的不会的 他们都是很小心的 所以 林婉婷今天只好找楚母 跟她一起来楚氏集团了 楚母一直都很喜欢自己的 他们总不会 把楚夫人赶出去吧 秘书送进来三杯茶 就出去了 楚母看着也没有外人了 就对楚氏义说道 是意啊 你爸跟你哥哥 一直都在部队忙 你爸每天都早出晚归的 你哥哥一年都看不到几次 你也每天都那么忙 平时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们是不是都嫌弃我了 都不想听我说话了 楚氏义耐着性子对母亲说 妈 你也知道 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 要忙 家里还好有你 不然我们回家 还能舒舒服服的吃上热饭热菜吗 楚母这才高兴了 拉着楚氏义的手说 哼 还是你会说话 你哥电话都少得很 楚氏义 哥 他不是忙吗 我也好久没联系过他了 看着一旁的林婉婷 心情也郁闷了 妈 你今天来室有事吗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要开 还有很多文件没看呢 楚母也知道 儿子忙就不继续拉着他说了 这些回家也可以说的 他今天可是有正事的 笑着看向旁边坐向端庄温婉的林婉婷 更满意了 对儿子说 现在婉婷也回来了 她最近都经常来陪我 逛逛街 购购物 喝喝茶 可比你们有耐心多了 楚氏义有点不想听了 也不接他母亲的话 喝着手里端着的茶 林婉婷在一边低着头 作害羞壮 不好意思的说 阿姨 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呀 楚母笑着拍拍她的手 倾笑着说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孩 有修养 还是玛丽娜歌舞团 著名的舞蹈演员 在国外很出名 现在国内也有 很多你的粉丝呢 转头对楚氏义说道 我就喜欢婉婷 你以后多约她出去玩玩 多培养培养感情 现在她也要回来 发展了 你们多半配啊 我还想早点抱孙子呢 我那几个闺蜜都在家喊一弄孙了 就只有我没有 现在都没人跟我玩了 楚氏义不悦的说 妈 你说什么呢 我们都分手几年了 以后不要再说这话了 楚母急忙说 现在婉婷不是回来发展了吗 婉婷也跟我说了 你们分手的时候 是有误会的 都是生气之下题的分手 你们现在都是单身 还有以前的感情基础在 怎么不能在一起了 楚氏义冷冷的说 分手了就是分手了 你看我几时 在冲动的时候做过决定 好了 我要去开会了 你们赶紧走吧 起身朝办公桌走去 也不理会他们了 楚母还想再说什么 被林婉婷拉住了手 小声安慰道 阿姨 我们走吧 不要打扰世姨工作了 我知道 她还在生我的气 我会努力挽回她的 楚母只好同意走了 拿起包包出去了 林婉婷故作委屈的 对楚氏义说 世姨 我带阿姨走了 就不打扰你了 你要注意休息 楚氏义看见母亲出去了 没表情的对林婉婷说 我们之间本来也没什么了 你也不要总去找我妈了 我不想做得太绝了 你跟李浩做的事 我没找你们的麻烦 已经是看在两家的交情上了 还有下次的话 之前的账我会一起清算的 林婉婷一听 瞬间紧张起来了 她知道了 她还是知道了 就是不知道便宜了谁 急忙解释道 世姨 不是的 你听我说 我表哥看我心情不好 才想让我们 楚世姨不耐地打断道 好了 我不想听这些 记住 我不可能跟你复合的 当年的事是怎么样的 你自己清楚 是你自己选择的 不要让我把你这几年 在国外做的事都出来 到时候 也是你们林家没脸 应该是怕了 心里的恐惧也增大了 抖着声音说 世姨 不要 真不是我做的 我不会再纠缠你了 你就看在我们那三年的份上 别做得那么绝 好吗 楚世姨没耐心继续在这儿 也不再说什么 拿着桌上的文件出去了 对外面的秘书说 请林小姐出去吧 以后不要让她进公司了 林婉婷脸色苍白地低着头出来 正好听见她跟秘书说的话 脸色更不好了 快步走向电梯的方向 第十四章 坏事捅破 给楚慕打句电话说 阿姨 我妈打电话叫我回家有事 你先回去吧 嗯嗯 阿姨 再见 有空 我再找你玩 挂断电话走进电梯 一路走出楚氏集团的大门 来到路边招了一辆出租车 来到了他表哥的公司 走进了表哥的办公室 看见他表哥 露出了生气的表情 狠狠地说 李浩 你怎么办事的 那天晚上的事 楚氏姨都知道 现在还威胁我 叫我不要缠着他 李浩听到这也怕了 讨好的对林婉婷说 表妹 我可都是听你的吩咐办事的呀 你可要救我呀 我们李氏 可不比你们林氏啊 楚氏姨不是把我当蚂蚁一样 轻易地就弄死了吗 林婉婷正处在情绪爆发的边缘 大声道 你怎么这么窝囊呢 你还是个男人吗 出事了 就把责任推到我一个女人身上 你怎么这么没用呢 李浩再不好 也是他朋友圈里的李少 什么时候被人这样骂过 不是林婉婷在他面前哭 还说 表哥 难道你就不想楚氏姨 做你的表妹夫吗 你就不想 李氏以后更上一层楼吗 你帮帮我 以后 我会记得你为我做的一切的 我不会忘记你的 如果不是想到 能攀上楚氏这棵大树 他会冒险得罪楚氏姨吗 像是想起什么事的说 你不是说 你们当年是有误会才分手的吗 楚氏姨还爱着你 所以这么多年 才没找女朋友的吗 可是那天晚上我看他对你 不像是于情未了的样子呀 忽而愤怒地说 你是骗我的对吗 林婉婷不屑地看着愤怒中的李浩说 你这么愚蠢 我就那样 你现在把我的罪狠了 楚氏姨那里 我可不会帮你说好话的 李浩被气得脸红脖子粗 很想杀了眼前的这个女人 可是林婉婷说得对 她不敢得罪林婉婷 他们家的公司还要仰仗灵士 看着林婉婷得意地走出门 也不敢怎么样 拿起电话拨了出去 喂 强子 你知道林婉婷 以前跟楚氏姨谈恋爱的事吗 那边回答 浩哥 我怎么能知道他们俩的事呢 你姐 以前不是林婉婷的闺蜜吗 嗯 是 他俩以前好得很 说不定我姐还真知道 浩哥 你打听他们俩的事干嘛呢 不干嘛 你打听好了回我 就这样 挂了 挂断电话 暴躁的梯向里面的椅子 椅子撞在了旁边的挨戟上 玻璃杯滚到了地上 打得稀碎 楚氏姨看着电脑里那天 请助理拷贝回来的监控画面 只有他门口的监控 三楼那边的监控 坏了 所以也没其他更多的线索了 严小小那天是从侧门出去的 一般那里只有员工和熟悉的人知道 那天也是无意中 看见一个员工从那里出去才知道的 那里也没有监控 只见画面里的女人 裹得严严实实的 连脸都看不见 只露出了一双小巧的赤脚 快速地跑向楼梯间 好像她每一下都踩在了她的心上 让人更加窝火 也好像在嘲笑她 你是抓不到我的 想起了那天晚上 记得有一只脚 踢在了自己的西洋口 那女人还说 混蛋 巴A了 我要说A绝 很累的 想到这里 处事一看向自己的某处 该死的 狠鄙视自己 发誓抓住那个女人 一定要她好看 最好不要出现在她面前 楼下的严小小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柔柔鼻子笑着说 难道是谁在想我 隔壁工卫的浅雪笑她 还说不定是在骂你呢 严小小皱皱鼻子反驳 我这么可爱乖巧 有谁会骂我 浅雪雇做呕吐状 得了吧 臭美妞 时间就这样在朋友 同事的打打闹闹中度过了 第十五章 两条杠 景华院小区 今天周六 早上严小小起床煮了粥 弄了个小菜 煎了两个鸡蛋 这就是今天早上的早饭了 简简单单 把饭摆在桌子上 朝王露的房间喊道 陆姐 起来吃早饭了 你昨天晚上不是说 今早想喝粥吗 我做好了 过了几分钟 王露捧着肚子走出来 奄奄的说 马德 痛死老子了 想当年练武被打的时候 都没这么疼 想不到一个大姨妈 就把我打倒了 哎 严小小坐下 给她夹了一个鸡蛋说 你大姨妈来了 等会儿 我给你煮红糖水 你赶紧吃了 去床上躺着 王露坐好夹着鸡蛋吃 喝了口粥 对严小小说 小小 你大姨妈也快来了吧 我记得 我俩来的时间 是挨着的吧 严小小一听 心里咯噔了一下 筷子都差点没拿稳 结巴道 好 好像是 呃 我一般都是要退吃几天的 没那么准时的 王露疑惑道 是吗 严小小赶紧说 快吃了去床上躺着 家里没红糖了 我一会儿去超市里买 吃了早饭 严小小赶紧收拾好 拿着包出门了 出门拿出手机茶 看着各种答案 最多的就是 可能是怀孕了 买一个验孕棒试试 看着这种答案 心里更紧张了 茫然的不知所措 毕竟还是一个 二十岁的小女生了 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可能就是眼前的这个了吧 最近都是能吃能睡的 跟平时也没什么不同的呀 就那一晚 不可能会中招的吧 我怎么忘记买事后药呢 她不知道的是 这是空间里的紫渊 故意让她忘记的 严小小猛然觉得不对的地方了 不对不对 我最近虽然吃的不多 但是每次都饿得快 零食钱都比上个月用的多了 中午在公司睡午觉 也感觉总是睡不醒 晚上很早就想睡了 严小小开始慌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呀 我爸妈知道 会打死我的 慢慢的来到超市不远的地方 看见了一个药店也不敢进去 怕别人异样的眼光 觉得自己这么小 肯定不是个好女孩的 就在门口走来走去的 终于鼓起勇气进去了 看见柜台还有人在结账 就自己来到货架上看 终于找到了燕云棒 拿了三只不同牌子的 看见柜台没人了 急忙过去结账 售货员看她还小就说 小妹妹是帮家里人买的吧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严小小红着脸 不好意思的说 嗯嗯 帮 帮嫂子买的 我知道这是什么的 售货员见她这样害羞 也不好再继续逗她了 扫码付钱 拿着东西出门 就塞到包里了 买好红糖 回家给王露煮好端到她房间 王露喝完就睡了 严小小赶紧拿好东西去浴室 看着说明书使用 眼睛一眨不眨的 盯着燕云棒看 过了几分钟 三个都出现了两条杠 她不相信的揉揉眼睛 继续盯着看了几分钟 希望是弄错了 万一等一下 就退回去一条呢 十分钟过后 她终于相信了 这是真的 是真的 瘫坐在了马桶上 浑身无力 脸色苍白 脑袋里一直都浮现着几个字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在浴室里待了十几分钟后 才眉睛打采的出来 走向卧室 躺在床上 眼神空洞的看着天花板 此刻真希望有人给自己出出主意 可是找谁呢 曾思思拍戏去了 刘涵正在学校好好学习 王露 算了 她的主意不听 家人 同事也没一个能说的 想着想着 就想到了处事宜 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下来了 小声的啜气 骂道 混蛋 混蛋 救了你却害了自己 干嘛腰那么多次吗 那么用劲干嘛 脑袋昏昏沉沉的 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骂了些什么 骂着哭着 就这样睡着了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来到了那个记忆里的四合院 看见了仙气飘飘的紫渊 第十六章 不是一个 紫渊正在四合院的回廊 那里摆放着一套气盘桌 紫渊的面前放着一壶茶 正在慢慢的品查 严小小一出现 紫渊就回头看过来 笑着说 哟 小朋友来了 说完看 像她的肚子 就像能看清楚 里面似的说 嗯 看来不是小朋友了 应该是小妈妈 严小小连忙抱着肚子 不好意思的懦懦道 什么吗 我们那儿的小妈妈 说的是后妈 我猜不是后妈呢 紫渊呵呵的无嘴笑道 呵呵呵 是是是 你是他们的亲妈 严小小连忙说 你看得出来吗 你真能看见 紫渊很想翻白眼的 但忍住了 没好气道 你会不会抓重点呀 严小小想着她的话 睁大眼睛看看紫渊艰难的说 你你 你说她吗 是谁 紫渊被她的样子逗笑了 还能是谁 你肚子里的孩子呀 严小小彻底相信了 毕竟人家可是神仙呢 她 真的怀孕了 还不是一个 怎么办 更没精神了 趴在桌子上 紫渊喝口茶悠悠的说 怎么了 有孩子了还不高兴吗 严小小要哭不哭的说 我怎么高兴 孩子她爸都不知道跟她 讹的是我呢 我才刚毕业 连自己养活都困难 怎么养活两个孩子呢 你说我怎么办呀 紫渊欲言又止 算了她以后会知道的 给严小小出主意道 那有什么 跟孩子她爸说 再说了 又不是非得要男人 你还那么年轻 以后肯定还能找到更好的 你还有我呢 我可是你的大靠山呢 严小小无力吐槽说 还靠山呢 我靠梦还差不多 紫渊给她倒杯水安卫道 放心吧 你只是少了一个契机 只要你找到了 能随时进来的方法 以后这里的所有东西 都是你的 你们外面的人 不都是喜欢这些东西吗 你可以拿去换钱养宝宝了呀 到时候还要男人干嘛 是吧 严小小赶紧说 那个契机是什么 快说快说 紫渊小声的说 这个这个就得靠你自己的 我不能泄露天机的 严小小一下 就垮下肩膀了 那怎么办呀 要不你试着 去跟孩子他爸说说 万一他能接受你们呢 那不是皆大欢喜了 可以吗 想象着楚氏一听见他说 自己要当爸爸了就 立马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就心痛 摇摇头 不不不 他一定不会接受的 他肯定会讨厌死我的 紫渊继续出主意道 要不你去追他 万一他就喜欢 你这样活泼可爱的呢 严小小瞬间来精神了 让紫渊给他出主意 怎么才能把男神拿下 紫渊在原来的世界 也是女神般的存在 从来都是别人追着他跑 他还从来没追过人呢 不过 他见多追着他跑的那些人 也可以从中学到一点经验 思考到 送东西 他是总裁呢 钱多得花不完 我能送他什么 能让他接受呀 要不把你自己送给他 呃 不对 你已经送给他了 只是他眼下不知道而已 严小小感觉 心上插了一把刀 好痛 摆摆手 算了算了 看来你也只有烂主意 紫渊不服气的说 我怎么说的 就是烂主意了 我只是没经验而已嘛 严小小只能叫紫渊 把他送出去了 醒来躺在床上 看着眼前的天花板 还是觉得很不真实 觉得紫渊很不真实 肚子里的孩子很不真实 而且还是两个 也不敢去医院检查 难道真的要去表白 嗯 万一成功了呢 孩子们也有爸爸了 自己也不用那么纠结了 岂不是两全其美了 哎 可是要怎么追呢 曾思思也不知道 在哪个山脚嘎拉里面 这么久了 电话总是没信号 打不通 要是他在就好了 还可以向他打听 一下处事宜的喜好了吗 烦死了 严小小用被子蒙住脑袋 算了 不想了 太伤脑细胞了 周一去公司打听打听 怎么才能上去38楼 拿出手机 查找攻略男神的计策 看着网友们的回复都是些 要适当示弱 要多多夸奖他 用美人计诱惑他 可是这些 也要能见到人啊 第17章 计划拿下 周一 处事集团 财务部 严小小摸摸蹭蹭地 在茶水间喝水 终于等到了他们部门 最喜欢八卦的陈圆圆 看似无意像聊天一样的 对陈圆圆说 圆圆姐 我来公司那么久 都还不知道 最上面几层是干嘛的呢 你能跟我说说吗 陈圆圆毕竟也来公司好几年了 对公司不是了如指掌 那也是熟门熟路了 感觉就像是每个部门 每层楼都有他的朋友一样 好像有社交牛逼证 跟谁都能聊到一起去 陈圆圆拿着杯子坐下 对严小小说 那你可是问对人了 要不是公司有规定 平时不能随便乱穿部门 我都可以带着你好好逛一下我们公司了 严小小无嘴偷笑 好像公司是他家的一样 成员圆拍拍严小小说 你别笑 在公司我朋友很多的好不 总裁办公室的秘书 也有一个我朋友呢 严小小一听来进了 忙说 真的吗 38楼的吗 那上面什么样的 好想上去看看呀 成员圆圆想想说 也不是没机会的 我刚好等一下 要把上个月的财务报表拿上去 你可以帮我带上去 交给我朋友 等会儿我把他微信推给你 你加一下 上去了就找他 严小小开心的点点头答应道 好好好 谢谢圆 圆姐带我账见识 两人回到办公室 成员圆给他朋友发消息说 秦秦 等会儿我们部门 有个小妹妹上来送文件 我叫他上来找你 我把你微信推给他 你同意一下 发完就放下手机 给严小小送报表去了 也没看见手机上的短信 今天总裁心情很不好 刚跟楚夫人吵架呢 严小小高高兴兴的拿着报表 坐电梯上38楼了 出了电梯看见几位秘书 正一脸严肃地坐在工位上办公 好像很忙的样子 他对着离自己 最近的一位秘书说 你好 我找一下秦秦姐 这位秘书回答说 你就是严小小吧 我就是秦秦 把报表给我吧 话落 旁边的电话就响了 秦秦接起电话道 你好 总裁秘书办 嗯 好的 我们马上来 挂了电话 对其他几位秘书说 请助理通知开会 赶紧得 说完对一旁站着的严小小说 你下去吧 我们要去开会了 严小小说 好的 秦秦姐 几人迅速地收拾东西走了 严小小想看看 能不能碰见楚氏义 就向办公室里面望去 看见门关着的 什么也看不见 正准备转身走的时候 门打开了 楚氏义带着怒气 打开门 看见门口有人 一看 原来是曾思思的朋友 听说现在 好像是住在他的公寓里 严小小一看是楚氏义 心里很高兴 对楚氏义恭敬地说道 你好 楚总 楚氏义正在气头上 语气也不怎么好的说 你怎么在这 严小小说 我刚才送报表上来的 送完就赶紧走吧 说完就走了 接着门又打开了 出来的是楚夫人 看见门口有人 语气也不怎么好的说 站在这干嘛呢 挡住路了 严小小连忙让开路 说道 不好意思楚夫人 您请 楚母哼了一声走了 留下严小小在空中凌乱 心想我得罪谁了 一脸郁闷地朝电梯走去 下楼看见成员员 成员员笑嘻嘻地说 小小上面怎么样 严小小没精打采地说 我上去清清姐他们 就去开会了 也没看见什么 他也没说 遇见楚氏义和他母亲的事 说了也会被人嘲笑 还不如不说呢 成员员安慰他说 没事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的 严小小一听 也是 他还加了清清姐的微信呢 大不了以后 多送几趟文件好了 想到这儿就打起精神了 加油 为了宝宝 轻轻地抚摸着肚子 心里说 宝宝 我们一起加油呀 拿下你们的爸爸 严小小也正在慢慢地 适应母亲的角色 第十八章 表白 最近的严小小 总是格外的勤快 总是抢着送文件 连王露也发现了 他最近的反常 在茶水间问 严小小说 小小 你最近怎么了 总是抢着做那些 吃力不讨好的事 严小小略带心虚的回答 帮帮忙吗 顺便还能熟悉 熟悉公司的其他部门呢 王露 这样呀 那你也不能总帮他们呀 以后给他们养成习惯了 严小小 我又不傻 我也是要看人的好吗 王露说 也碰见了几次褚诗意 可是也没说过话 一点进展也没有 真担心到时候肚子遮不住了 最近都是穿的宽松版的衣服 还好自己瘦 肚子也不显怀 可时间不等人呀 要不今天试试最后一次 看见褚诗意了 就向他表白 没看见就放弃这个计划 等思思回来 再问问他吧 主管看着严小小 最近总是帮同事送文件 也拿了一份文件给严小小 叫他送到三十八楼 去给秦助理的 来到三十八楼 他已经很熟悉这里了 直接来到秦助理的办公室 敲敲门 里面回答道 进来 严小小推开门进去 看见是褚诗意在这 心里很高兴 褚诗意抬头 看见是严小小 最近看见他的次数很平凡啊 严小小说 褚总 我来给秦助理送文件上来的 褚诗意冷冷道 放下吧 说完 低头继续看文件了 严小小很忐忑地站着 最后鼓起勇气说 褚总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褚诗意抬头 看向严小小面 无表情道 什么问题 严小小脸红了 小声地说 就是你有女朋友吗 褚诗意放下文件 抱着手臂 靠着椅背 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严小小 最近他妈总是催他找女朋友 之前给他妈说清楚 自己跟林婉婷的事了 现在又催他相亲了 所以 最近听见女朋友 这三个字就头疼 那个该死的女人 还没有找到吗 一点线索也没有 严小小没听见褚诗意的回答 以为她的再等自己说 于是鼓足勇气继续说 褚总 我喜欢你 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 我想当你的女朋友 严小小低着头 闭着眼睛 等待褚诗意的答案 时间仿佛停止了 严小小脚趾 都快抠出三十一听了 才听见褚诗意嘲讽的声音说 严小小是吧 原来你的目的是我呢 跟丝丝做朋友 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吧 呵呵 看来丝丝也看走眼了 亏他 还把你当成他最好的朋友呢 严小小抬起头一脸 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暗恋了那么多年的人 竟然从他嘴里 听见了对自己 这么不堪的评论 流着眼泪说 不 不是的 丝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没有其他的目的 褚诗意打断了严小小的话 没其他目的 你会住他家 虽然给了房租 但你觉得够吗 没其他目的 你会进褚诗 没其他目的 那你现在在干嘛 看来我还是小瞧你了 严小小心里很难受 眼泪止不住地流 刚想开口反驳 门就被人大力地推开 撞在墙上 发出砰的一声 严小小身子一抖 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看向门口 褚夫人一脸怒气地 对着严小小就骂 原来是你 我说最近来公司 怎么总看见你呢 小小年纪不学好 来公司不好好上班 专门盯着这层楼桥 眼光不错 就是心太大了 你说 你这么年轻 学什么不好 专门学别人勾引人 学狐狸精那套 褚母 骂累了 喘口气 严小小苍白着小脸 看着一旁的褚诗意 也是一脸怒气地看着他 原来 自己的行为在他们眼里 是这么多不堪吗 严小小听着褚母的骂声 只能无助地哭泣 摇着头说 不是的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褚母还在继续骂着 你也不看看你那样 你陪我儿子吗 要什么没什么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痴心妄想 严小小用手捂住耳朵 嘴里喃喃道 我没有 我没有 不是的 不是的 门口围住了看热闹的人 都在指指点点 严小小不敢看他们 那嘲笑的眼神 第十九章 难堪 此刻的他很无助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就算闭上眼睛 那些难听的话 还是钻进了耳朵 平时看不出来啊 小小年纪 居然这么有野心 是啊 居然敢肖想楚总 就是 难怪最近总往楼上跑呢 楚夫人说的对 还真是癞蛤蟆 各种难听的声音 不绝于耳 还有楚母的骂声 楚示意看着门口 越来越多的人 眉头皱起 他不喜欢自己的私事 被别人议论 看向站在门口的秦帆道 你处理 秦助理恭敬地说 好的 楚总 大家去上班吧 没什么好看的 大家看见自家总裁的表情很不悦 都反应过来 这可是 在看打boss的笑话 会不会被扣工资啊 于是做鸟受散 楚母也反应过来 这是在儿子的公司 也太有损自己的形象了 于是也闭嘴了 围着的人都走了 秦助理走到严小小面前 拍拍他的肩膀喊道 严小姐 严小姐 严小小身子一抖 看见门口没人了 周围也安静下来了 红红的眼睛擒着眼泪 好不可怜 秦帆看着他这样 也很同情他 喜欢谁不好 偏偏喜欢楚总 不是自找苦吃吗 开口说 严小姐 你这样的做法 对我们总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看在你还是实习生的份上 你走吧 我们也不追究你的责任了 严小小看着面无表情的脸 站在那儿 都浑身散发着一股气场 让人不敢靠近 自己确实高估了自己 确实自取其辱了 严小小小声对秦帆点头道 好的 说完也不再看其他人 转身跑走了 楚母生气的对楚世一说 看吧 躲我躲到小琴的办公室 来了 还是被狐狸经文到味儿了吧 楚世一揉揉头额脚 不约道 好了 妈 让我安静会儿 行吗 你走吧 说完 闭着眼 靠在椅子上休息 脑海里浮现严小小转身的背影 莫名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像是什么东西找不着了 严小小坐着电梯 直接来到了一楼 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了 还好带着手机 不然还不知道怎么付钱呢 回家 回到自己的卧室 扑在了床上哭 想到那张冷漠的脸 那些难听的话 今天的一切 都像刀割在身上一样 就算以后好了 也还是会留疤的 好想爸爸妈妈 好想哥哥姐姐 好想回家 不知道哭了多久了 手机也在回家的时候关机了 怕看见同事们发的消息 怕王露打电话问他 他目前还不敢面对其他人 开门声响起 听见了王露急切的脚步 声跑向上房间门口 咚咚咚 王露担忧的声音传来 小小 开门 是我 小小 开一下门吧 小小 你不要想不开啊 还有我们呢 一会儿 门铃声响了 王露去开门 说刘涵来了 王露说 大姐 你终于来了 小小他一直都不开门 我敲了好半天 刘涵 我试试吧 来到严小小房门前 抬手敲门 咚咚咚咚咚 柔声说 小小 把门打开好吗 我们就想看看你好不好 就一眼 我们也好放心呀 小小 小小 十几分钟后 门终于打开了 两人看见严小小肿得像核桃一样的眼睛 惨白的脸色 乱糟糟的头发 皱巴巴的衣服 看着好可怜 哪里还有平时的活泼镜呀 死气沉沉的 严小小看见两人 好不容易止住的泪水又流出来了 哭着说 大姐 陆姐 呜呜 好难受啊 我怎么办呀 呜呜呜 两人什么也没说 只是抱着严小小轻轻地拍着她的背 无声的安慰 等严小小好好地哭一会儿 王露去浴室拿了一张湿毛巾 给严小小擦擦脸 第二十张 还是闺蜜好 严小小哭泪了 吸吸鼻子 平复好心情 低着头不说话 等了一会儿 小声的开口说 我是真的喜欢楚氏仪的 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喜欢了 你们是不是也觉得 我很不自量力 是不是觉得 我是一个拜金女 强忍着眼泪 不让她流下来 很害怕 他们也会这样看清自己 刘涵和王露 听她说 喜欢了楚氏仪这么多年 都很吃惊 但他们不认为 小小是别人眼里的那种人 她一直都很乐观 很乖巧可爱的女孩 这还是认识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见她 哭得这么伤心 两人都很吃惊 也很心疼她 真是个傻丫头 刘涵也想哭了 拍拍严小小的头说 傻丫头 喜欢一个人这么多年 都没跟我们说过 心里一定很难受吧 不要听外面的人说的话 我们跟你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 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王露哭着说 是啊 小小 你不要难过了 你还有我们呢 你今天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吧 傻丫头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明天就去帮你讨回公道 严小小破T一笑说 还是陆姐仗义 我这次肯定也会连累你了 对不起 王露戳了一下严小小的额头说 我没事 今天要不是跟组长出去外面了 我才不会让人这么欺负你呢 今天的事 38楼的被秦助理封了口 不准往外转 估计也没什么用 可能过几天该知道的都会知道的 我还是今天下班的时候 迟迟没见着你 成员员才偷偷跟我说了今天的事 刘涵搂着严小 小心疼的说 没事 反正你也快实习结束了 到时候 我们重新找个工作 严小小心里知道 他们都是在安慰他的 估计他在这个城市也待不长了 只是可能会连累漏解了 自己怎么就没想过 等实习结束再表白呢 真是笨死了 担忧的说 陆姐 我肯定是没戏了 但是你怎么办呢 王露没在乎的摆摆手说 我没事的 要不是跟你一起 我才不想去那上班呢 压力太大了 整天听同事抱怨 这抱怨那的 我还是喜欢自由一点的 大不了我回老家嘛 严小小听着 心里更不好受了 也不再说话了 刘晗接着说 小小 这么多年 你都没跟我说过 你喜欢处事宜的事 怎么今天想着 去表白了呢 严小小想着肚子里的宝宝 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 也不想再编谎话骗他们 只好说 大姐 陆姐 我只能跟你们说 我是有苦衷的 现在我也还不能告诉你们 请你们原谅我 说完就低头不说话了 刘晗和王露见他这样 也知道他心里不好受 知道 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也就不再勉强他的 让他回房好好地休息 他俩来做饭 做好了来叫他 严小小回到房间 坐在书桌发呆 想着今天处事宜 和他母亲说的话 心里就像有刀在脚一样难受 轻轻地抚摸着肚子 轻声说 宝宝 怎么办 你爸爸不要我们了 不过 你们放心 妈妈不会放弃 你们的 我们一起加油 打起精神 拿出一本快计学 来转移注意力 没一会儿 刘晗敲门叫他吃饭了 王露开心地招呼严小小 小小 快吃饭了 你看今天的菜很丰盛吧 大姐做的 快来 桌子上摆着三个菜一个汤 一个芹菜炒牛肉 辣椒炒肉 土豆丝 蔬菜 豆腐汤 都是严小小喜欢的 心里暖暖的 还好有他们在 正好肚子也饿了 现在他可是三个人呢 可不能饿着宝宝们了 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着饭 其他两人见他这样也放心了 有说有笑地吃着饭 一会儿就把桌子上的饭菜 一扫而光了 三人摊在椅子上 做饭晕撞 饭后严小小洗碗 刘晗明天一大早 有事回学校了 网路洗漱去了 第21章 变化 严小小心不在焉的洗着碗 拿起旁边的刀正在洗 一不小心手 就被割流血了 严小小感觉手指一疼 低头看见 血顺着水流下来了 把刀放在刀架上 放好 转身去客厅拿医药箱 也没注意 手指上的血顺着手腕 流到了那个饮手镯上 血瞬间就没了 就像血被手镯吸收了一样 严小小也没发现这一切 拿出医药箱里的酒精 只有一只手能用 就直接喷在了伤口上 用棉签把血弄干净 拿窗口贴把伤口包好 坐在沙发上 看着手上的伤口 觉得很委屈 喜欢一个人 难道就有错吗 就因为身份 家庭的悬殊太大了 自己就要承受这么多的指责吗 真的就醉该万死吗 晚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 严小小露在外面 手腕上的银手镯 突然发出了很强的金光 眨眼之间 床上的严小小就不见了 这时的严小小 感觉自己突然有一种失重的感觉 心里纳闷 睁开眼睛的时候 自己已经躺在了一张很柔软的床上了 床的四周垂着一看面料 就很轻薄舒服的沙曼 身下的被子摸着很舒服 躺在上面 感觉就像躺在云朵上一样 真想这样一直躺着 一下想起来 这儿不是自己所熟悉的地方 赶紧起床 看看四周的环境 有人吗 叫了几声也没人回答 抓抓脑袋很疑惑 突然后面听见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怎么来了两次 还是这样迷惑呢 声音里透着一股恨铁不成钢 不就是个男人吗 值得你这样要死要活的吗 别人看不起你 你就要让自己强大 到时候用银子砸死他们 再不就打到他们服为止 看谁还瞧不起你 严小小看见了熟悉的人 听着那熟悉的毒蛇话 心里也不难受 反而觉得很开心 这样说明 还是有人关心自己的 严小小开心的跑到紫园的面前说 紫园姐姐 这是哪呀 这是二楼的卧室 你睡着了进来的 不可能让你 睡在外面的地上吧 呵呵 谢谢紫园姐姐 不过这次我进来的时候 怎么感觉跟前两次都不一样了呢 紫园笑着说 当然不一样了 你前两次都是魂体进来的 这一次是身体进来的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严小小震惊了 什么 紫园神秘一笑 你自己在心里默念出去 进来的时候默念进去 你自己试试 严小小按照紫园姐姐说的做 眨眼之间 自己就出现在了自己的床上了 还是睡着的时候的姿势 严小小瞪大了眼睛 玄幻了 心里在念着出去 又出现在了刚才的地方 严小小吃惊的问紫园 紫园姐姐 这是怎么回事 你第一次的时候说 以后会告诉我的 现在能告诉我了吗 紫园说 嗯可以 我们去一楼 坐着我 给你慢慢说 不知紫园怎么做到的 两瞬间来到了一楼的堂屋 严小小已经没最初的惊讶了 觉得现在紫园在变出什么东西 她都会觉得很正常的 两人坐在了堂屋正中 放着的很具有现代风格的罗汉床 罗汉床的中间放着一几 两边铺设上座垫 典雅气派 形态庄重 严小小看着屋里的家具 都带着一点现代风格 就问紫园 紫园姐姐 我怎么觉得屋里的家具 不像是古代的样子呢 紫园端坐着 自视优雅的倒了两杯茶说 怎么 觉得我是古人 就觉得我是很死板的人吗 严小小连连摆手说 不是不是 我一直觉得 你很好相处的 很有想法 比我这个现代人 都想的通透 紫园喝了口茶水说 我虽然在空间里 但是也能看见外面的世界 你们现在不都是有那个电视吗 看多了 就自己试着做了 你不喜欢这样的吗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也可以做到 严小小觉得紫园好厉害 崇拜的看着紫园说 不用了 紫园姐姐 我很喜欢 不用那么麻烦了 紫园随口说道 不麻烦 就是一个小小的法术而已 严小小说不出话了 听着好高大上呀 法术 那不是仙侠剧里才有的吗 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说紫园姐姐 你能看到外面 那我不是做什么 你都知道了 天哪 都没有秘密了 第二十二章 紫园跟严家的缘分 紫园看着严小小这样的表情 就知道她在想什么 说道 你放心 我又不是那么闲 哪有功夫随时随地的看你啊 只是你出门的时候 还有你看电视的时候 我才跟着你 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也很忙的好吗 严小小拍拍胸口 小小声道 那还好 那还好 紫园 好了 说正事了 严小小坐直了身体 像小学生一样 做乖乖听话的样子 说起来 那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 紫园是修仙世界的修士 自己所在的门派 是那个世界排的上名的大门派 自己的师父 也是鼎鼎有名的清灵上仙 听名字也知道 师父已经成仙了 师父一生就收了两个徒弟 他是很随性的人 不喜欢收太多徒弟来束缚自己 他经常说 我收你们两师兄妹 就要对你们负责 我会把我的生平所学 都倾囊相授给你们 以后我不在这方世界了 我的所有东西 都你们俩的 紫园也是师父最喜欢的徒弟 还是最有天赋的徒弟 清灵上仙要成仙之前 就把自己的很多法宝和好东西 给紫园和他的师兄原亲 清灵上仙 也把自己的所有交给了俩人 俩人拿着师父给的东西 就闭门修炼了 虽然师父不在了 但是还有其他厉害的师伯保护两人 这都是师父走之前交代好的 但是这些东西 也引起了同门派的 其他人的羡慕极度狠 修仙界都是强者为尊 好东西能保证才是自己的 保不住就是死了也活该 谁叫你自己实力不如人呢 那时紫园在门派里 有一个自己觉得很要好的好姐妹 也是门派最小的小师妹 云锦轩 还有一个在这个世界第二大门派的大师兄 赵晨燕 在紫园的面前 两人一个扮演知心好姐妹 一个扮演知心爱人 师兄原亲也提醒过 紫园不要那么相信俩人 他们都是在他面前装的 就为这 紫园还跟师兄闹翻了 师兄遗气之下 云游四海去了 一千多年 两人也没见过面了 在两人的哄骗之下 紫园被他们骗走了很多师父 留给自己的好东西 紫园就是太相信他们了 说到这儿 紫园握紧手 连手指甲都陷进肉里面都没有知觉了 他还是一个魂魄 肯定没知觉了 他恨恨的发誓 等我回归之日时 就是你们的死期 我要让你们魂飞魄散 我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在紫园快飞升大道成仙的时候 最后一次经历雷洁 却不想被同门的小师妹 联合自己的道理背叛 在自己最虚弱的时候 两人给了自己最致命的一击 在最后关头 是师父以前自己炼制的一方小世界 如意空间 吸收的他的一缕魂魄 正因为是一个不起眼的 很普通的饮手镯 才没能引起那两人的注意 听师父说过 这个空间虽然很小 比不上我给你们的其他空间 但是在危机时刻 他却能给你一线生机 一定要说好了 你跟你师兄一人一个 一定要拿好 就因为师父的千叮明万嘱咐 自己从来也没跟那两人说过 没想到在最后关头 真的给了自己一线生机 那时 天上的九道天雷一起打下来了 不知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空出现了一道裂缝 手镯顺着裂缝 来到了这个世界 掉落在了一座山上的小溪边上 那时就是严小小的爷爷的太爷爷的爸爸 在山上打猎 来到小溪边喝水 捡到了 那时家里很穷 也没给自己的老婆 买过像样的礼物 就带回家送给老婆 两人商量好 就把这个手镯 当成严家的传家宝 严家人都是很善良的人 一生光明磊落 乐上好施 所以身上都带着功德 这正是紫渊现在需要的 手镯一直戴在严家人的身上 紫渊吸收着他们身上的功德 来恢复自己身体 看着严家人一代一代的传承 虽然自己不能出去 但是也尽可能的保护着严家人 所以严家的老人都比较长寿 基本上都是在90多 最长寿的 还是严小小的爷爷的太爷爷太奶奶 他们是120岁和117岁的时候去世的 两人还是在同一天去世的 一生顺遂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也是二孙满堂 后人孝顺 也享受了最幸福的晚年 现在严小小家最大年龄的 就是他的高祖 爷爷的爷爷 他们老家方言叫的是太太 已经116岁了 已经是天祖了 身体没大毛病 眼不花 耳不聋 每天还要喝一两酒 这是他最大的爱好 第二大爱好就是下棋 跟着严小小的爷爷住一起的 第23章 严家的造化 可以说严家是他们那儿的长寿家族 严家几代都是单传 女儿好几个 就只有一个儿子 他爷爷的爸爸妈妈 在那个最穷年代 为了家里的老人孩子 去山上找吃的 被山上的落石砸死了 那时 手镯还戴在他爷爷的奶奶手上 所以紫渊没能救下他们 他爷爷就是从小跟他太太一起长大的 女太太在前几年去世了 也是113岁高龄了 现在爷爷奶奶跟他住一起 他爷爷78岁了 奶奶74岁 身体还很好 在家里种种菜 照顾照顾老人 偶尔还能帮他爸管理果园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现在严小小明白了 他家的老人 为什么那么长寿了 原来都是因为紫渊 严小小越听越感激紫渊 也感谢他家的祖宗 要不是他捡到手镯 他们家还没有这样的机遇呢 严小小听完说 紫渊姐姐 不对 我不能再叫你姐姐了 这样感觉很冒犯我祖宗呢 紫渊扑吃一声笑了 那有什么 我又没跟他们见过面 他们都不知道 还有我这个人呢 你还是可以叫我姐姐的 是啊 呵呵 紫渊姐姐 那为什么这个手镯我奶奶会给我呢 这肯定是因为我啊 你是子时出生的 五行属水 属阴 很好的命格 我看你命里的桃花运非常旺 这也正是我缺的最后一个能量 当时手镯对你也有很的反应 你出生那天 这空间里的桃花 全部都开了 香气浓郁 以前这里面的桃树从来都是不开会花的 我以前还问过师傅 这是怎么回事 师傅说 空间还没有遇见 能彻底打开她的人 所以 在你出生的那天 我进入了你奶奶的梦里 跟她说 在你十六岁的生日那天 把手镯交给你 你才是手镯真正的主人 严小小想起了一件事说 难怪从小奶奶就说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说在我出生 那天晚上她睡觉梦见了一个神仙 原来那个神仙就是紫渊姐家 就在严小小十六岁生日那天 严奶奶就把这个手镯交给了她 那个梦也给家里人说了 家人都觉得没什么 还很替严小小高兴呢 自己的女儿 妹妹 可是被神仙承认的人呢 难道女儿 妹妹 也是个小仙女儿 难怪从小到大都那么漂亮可爱 谁见了都想抱回家 严小小又很不相信的说 虽然从小到大都有很多男孩子追我 但是这次为什么就也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紫渊说 放心吧 是你的终归是你的 跑不掉的 但是 不是你的 也不要抢求 严小小疑惑了 看紫渊也没有再多给她解惑了 紫渊继续说 是空间吸收了你的血 现在空间已经任你为主了 这里也是你的了 你看看你的手镯 严小小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腕 好像手镯长在了手腕上 不管怎么弄都不会掉 严小小也真的相信了紫渊的话 看着这里的一切 觉得比中彩票的几率还小的是 怎么会被自己遇见了 心里既高兴 又觉得拿着这个大奖 不知道怎么办 很忐忑 就问紫渊说 紫渊姐姐 那这里的东西物 也能带出去吗 紫渊点点头说 私人地盘了 你不带人进来 谁也进不来 也抢不走 这就是你最大的靠山 所以你有底气 也不用怕外面的那些人 严小小现在也不担心 以后养不活自己和宝宝了 心里也有底气了 开心的说 嗯嗯 谢谢紫渊姐姐 紫渊点点她的鼻头说 这都是你自己的造化 以后好好生活 我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修生养性 在你家人身边 也吸收了足够的功德之力 我也要离开了 严小小一听着急了 紫渊姐姐 你怎么就要离开了 你走了 我怎么办呢 声音也哽咽了 紫渊探口气说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我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们的相遇 也可能是上天的安排 我的离开也是必然的 我也给你留下了一些东西 我带你好好看看这个空间 拉着严小小出去了大门外 第24章 神奇的空间 两人出门 来到门外的井边 紫渊指着井说 这井里的谁可不是一般的水 这是我师父说的修仙世界的泉水 虽然还没到生死人肉白骨的地步 但是也有很好的疗伤功效 说着用一边的白玉碗咬了一点 倒在了严小小白天割伤的伤口上 没一会儿 伤口就愈合了 严小小看着自己的手结巴了 这 这 紫渊说 对你们凡人的这种小伤口很有效果 伤口大的也弄用 只是没这么快愈合 长期喝的话 对身体很好的 如果你怕外人察觉 也可以混在你们平时喝的水里 放下白玉碗 带着严小小来到了种植的地方 给严小小介绍说 这里都是我种植的一些珍贵的药材 可能有些你们这个世界没有了 到时候就交给你了 严小小看着一片药材 自己只认识的人参 三妻 天麻 灵芝等 一些常见的药材 还有好多都不认识 这里被紫渊打理的很好 药材都是分开种植的 这一片大概有两亩地 转头问紫渊说 紫渊姐姐 我这么大的空间会累死我的 紫渊笑着说 放心吧 这个空间已经是你的了 这里的一切 只要你想做什么 就说种植吧 你就说种人参种子 就自动种好了 成熟了你就说 收就行了 是不是很简单呀 严小小开心了 来到了桃林 大概有半亩的 种的都是桃树 还有很大的地没种 紫渊说 我喜欢吃桃子 就种了这么多 但是谁知道 一次也没接过桃子 只是开着花 到现在也没吃过 哎 严小小看着一片的桃树说 我也好喜欢吃桃子呢 帝都的水果太贵了 好久没吃过了 吸收完还吸溜一下口水 刚说完 桃树上的桃花 就刷刷刷的掉落了 只见桃树的枝鸭上 冒出了小桃子 慢慢的长大 长大 最后长到了比成年男人拳头还大 看着满园的桃子 一个个形状像星形 颜色是红绿相间的 好看极了 桃子的大皮薄 芳香四溢 晶莹圆润 像用碧玉雕成的 两人闻着桃子独有的甜味 流着口水 冲向了最近的桃树 一人摘一个 发现上面没有绒毛 在衣服上擦擦 不顾形象的咬一口 连平时端庄的紫渊 也完全不顾形象的 大口大口的吃着手里的桃子 吃完了一个桃子 紫渊享受的说 啊 太想念这个味道了 严小小点点头说 太美味了 这就是你们那边的桃子吗 吃了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 好舒服呀 紫渊说 嗯嗯 就是这个味道 里面有大量的天地灵气 对人体有很大的好处 多吃一点吧 严小小眼冒星光的说 那我能拿出去卖吗 紫渊不赞成的说 这桃子效果太逆天了 你可以把池子里的那些玉石翡翠 拿出去卖 你们这边的人 不是都很喜欢这个吗 真的吗 那到底卖给谁呢 我要好好想想 你想吧 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做主 那里的药材也可以卖 本来就是很珍贵的药材 效果好一点 也没人怀疑 严小小点着头答应了 嗯 好 紫渊姐姐 不想就这样去卖东西 你有什么办法吗 紫渊说 这个是小意思 我到时候给你试一个小法术 别人也看不出来的 两人逛完了空间 来到卧室 紫渊说 你可以再休息一会儿 外面一天 里面十天 时间还早 你在这里面 睡对你和孩子都好 严小小见紫渊要走 紫渊姐姐你什么时候走呀 你走的时候能不能告诉我 不要偷偷地走了 我舍不得你 紫渊看着严小小哭了 用手绢给他擦着眼泪说 放心吧 要走的时候 我会提前跟你说的 我还要教你一些东西呢 不要偷懒哦 我可是很严厉的 严小小放心了 说 我才不怕呢 学到的东西都是自己的 我要让自己强大起来 给宝宝做个好榜样 紫渊拍拍他肩膀说 好 那你现在好好休息一下 严小小躺下睡了 第25章 满眼都是钱 严小小醒来的时候 觉得身体从未有过的轻松 起床 盘算着怎么赚钱 来到一楼的假山下面 看着池子里的玉石翡翠 差点流口水了 嘿嘿 真的发财了 说完想找紫渊商量一下 喊道 紫渊姐姐 你在哪呢 紫渊一下就出现在了严小小面前 说 怎么了 这么快就醒了 严小小很兴奋地说 紫渊姐姐 我在想 怎么去赚钱呢 这池子里的 拿哪个去卖呢 紫渊看着严小小的财迷样 觉得很好笑 在以前的世界的人 都是每天就知道修炼 强宝物人与人之间 也不是很纯粹的关系 眼前的小姑娘 一直都是很开朗活泼的 对人总是带着善意 朋友 同学 家人都很喜欢她 真不明白 那个男人 怎么那么眼下 这么好的女孩 还要忍心伤害 对严小小说 这里面的玉石翡翠 对我来说 都是次品 没用的 对你们这个世界的人来说 确实很难得的 极品玉石翡翠 你随便拿一个出去 都是很值钱的 要不拿那个帝王绿的吧 紫园说完 手上就出现了一个 篮球大小的水头充足 颜色深邃 玻璃重组 母绿翡翠 看着这块呈现出 宁重高贵的狐绿色 近似于狐蓝色 很漂亮 严小小看着都心动了 紫园说 就卖这块吧 库房里面 都还有很多的 这种好的玉石翡翠呢 少不了你的 严小小说 那这么大一个 能卖多少钱呢 紫园思考一下说 你们这儿有拍卖的地方吧 但是你也没有门路 可以去拍卖场呀 嗯 严小小也犯难了 要不我先去卖一根人参吧 先探听一下情况 嗯 可以 把玉石放在旁边的石桌上 两人来到了药材园 紫园挑了一根 大概在一百年左右的人参 和二十斤的三年份的灵芝 把东西放在石桌上 看着这一堆 能变成钱的东西 心情很激动 恨不得马上出去找人 把它们都卖了 严小小出了空间 看时间已经八点了 出去卧室 看桌上已经摆上了早餐 王璐也从厨房 端着两碗豆浆出来 严小小坐下说 我早上出去 买的你爱吃的小笼包 快来 趁热吃 还有豆浆 严小小说 陆姐 你怎么还不准备去上班呢 王璐没心没肺的对严小小说 我给经理打电话说我不去了 反正还在实习期呢 没事 我也快毕业了 最近就准备毕业的事就行了 还能轻松一点呢 严小小心里很难过 心想 等卖了东西 一定要好好补偿王璐 吃好早餐 严小小拿着包对王璐说 陆姐 我出去一下了 没等王璐回答 就关门走了 走出小区 找个偏僻的地方 在心里跟空间里的紫园联系 紫园姐姐 你看看周围有没有人 没人 我马上在你身上试一个法术 严小小低头看见了 身上的穿着也变了 上身穿的是一件很旧 但是很干净的卫衣 下身是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脚上穿的是一双运动鞋 不新不旧的 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头 看看自己的脸 是一张很大众很平凡的脸 扎着一个马尾 看着就像刚进校门的大学生 手上提着一个很普通 有点大的布包 里面放的是人参和灵芝 看着自己的形象 不错 不惹眼 在手机上搜索了 帝都最大的中药房 离得不远 就叫了一辆车前往 下车 看着面前很古色古香的中药房 上面的牌匾上 写的百姓林三个大字 严小小拿着包进去 这时还没什么人 只有几名店员在整理药材 清点货物 也没人招呼他 严小小指的叫住在门口 擦柜台的一个小姑娘问 你好 请问你们这里收药材吗 小姑娘一看 是一个穿着很朴素的 大学生模样的小姑娘 就微笑回答她 收的 不知道小姑娘 想卖什么药材呢 我们这里 也只收珍贵的药材 因为其他普通的药材 有专门的药材供应商 这个店员也没有看不起严小小 还很耐心的 给他详细解释道 严小小点头说 我明白 我卖的是人参和灵芝 你能帮我 叫你们能做主的人吗 第26章 赚钱了 就对严小小说 小姑娘 现在我们经理还没来 你先在这坐一会儿 我去打个电话 说着 把严小小领 到了旁边的沙发上坐 还给她倒了杯水 对严小小点了一下头 转身去打电话了 旁边的其他店员 很不屑的说 小李 不是我说你 你傻不傻呀 你看看 那个小姑娘穿的什么 哪里像是有人身灵芝的人呀 还以为那是大街上的大白菜呀 随便买都是一大包 小店员小李好脾气的说 没事 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不费劲的 人家一个小姑娘 肯定刚进大学也不容易 说完也不理会同事的冷嘲热讽了 转身去打电话了 喂 郑经理 店里面来了一个小姑娘 说是要卖人参和灵芝 你要来看一下吗 那边回答说 嗯 我还有十分钟就到店里 你叫她等我一下 挂断电话 小李来到严小小面前说 小姑娘 我们经理还有十分钟就到 你再等一下吧 严小小说 嗯 好的 姐姐 你去忙吧 我在这儿等 十分钟后 店里进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穿着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 一个是穿着糖装 脚踩布鞋 看起来很精神的老爷爷 小李来到两人面前 对他们说了什么 带着两人来到严小小这边 坐到严小小对面沙发上 小李对严小小介绍说 小姑娘 这位是我们药房做整的医师 赵老 这一位是我们药房的正经理 严小小起身对他们说 赵老 正经理 你们好 我叫李梦 你们叫我小梦就行了 小李给几人倒好茶 就转身走了 赵老对严小小说 小梦 可以把你的人参和灵芝拿出来 我们看看 严小小看着赵老 好像挺着急的样子 正经理看不出什么表情 应该是一个很能隐藏表情的人 严小小把带着的 包放在面前的茶几上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木头做的盒子 还有一个布袋子 打开木盒子里面 放着一根品相很好的人参 赵老看着人参就激动了 连一旁很淡定的正经理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情 虽然很快 他就恢复淡定了 但是严小小也还是发现了 赵老激动的说 小梦 我能看看这根人参吗 严小小点点头说 您看吧 赵老小心的拿起人参 仔细观察 闻了闻 表情更激动了 对一旁的正经理点点头 放下人参 说 再看看灵芝吧 严小小把布袋打开 推到赵老的面前 赵老拿起灵芝仔细看看说 一般的灵芝都是每年采摘的 最长时间的也是三年左右 你的这些灵芝都达到了三年 品相也是最好的 严小小说 这些是我爸爸在山里找到的 足足在山里找了两个月 如果不是为了我读大学的费用 家里哥哥也要结婚盖房子 我爸爸才叫我带到帝都来卖 希望能多卖点钱 好记回家 家里真的很着急了 严小小可怜兮兮的说 眼里还带着一点泪光 就像真的是这么回事 这还是昨晚紫苑叫的他 偷偷观察赵老和正经理发现 他们的表情也带着一点同情了 正经理开口说道 小梦 我们百姓林是一家百年老店了 肯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的 严小小开心的笑了 谢谢正经理 我也是在网上找了很久 才选择到你们百姓林的 如果你们给的价格合适我就卖 反正我爸爸每年都会去山上找药材 我们家还有吗 以前只是家人没来地都才留着的 正经理听他这样说也知道了 如果价格不合适 剩下的也不会卖给他们了 光是看着这两样都是上乘的品项 那剩下的也不会太差了 也算是交个朋友了 脸上的表情也更加真诚了 说小梦 实话跟你说吧 前几年有个拍卖会 拍了一根一百年的人参 成交价是330W 赵老觉得你这个人 餐比那根品项环要好 年份也更长 我给你500W 林芝也按照最顶级的价格多一点 来收800亿斤 你看可以吗 这价格可比严小小的心理价多多了 他觉得人参能卖到300W 林芝能有400亿斤就很好了 不愧是空间出品的 各个都是精品 心里也乐开了花 表面也要装作很若无其事 第27章 被赶了 正经理看着严小小听见这个价格 依然很淡定 觉得他们家肯定还有好药材 叫这个朋友 语气也更加真诚了 怎么 小梦是觉得价格不合适吗 没关系的 价格都可以商量的 严小小盲说 不不不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了 赵老哈哈大笑的说 哈哈哈哈好 小梦呀 以后你们家要卖其他的药材 可以来找我们 小郑 把你的名片给小梦 正经理拿出自己的名片 递给严小小说 小梦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有好的药材 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叫郑强 你叫我郑大哥就行了 严小小接过名片 放在了包里的家层里面 很真实 谢谢郑大哥 以后我们家有好的药材 一定来找你 正强说 好好好 那你的钱想怎么结呢 严小小拿出自己的银行卡说 这是我表姐的卡 我没办卡 你把500W打到这张卡里 剩下的钱给我现金吧 好的 接过严小小的卡 给财务打了个电话 来到柜台 拿了一万六千的现金 给严小小 严小小也没数 就放包里了 三人寒暄几句 严小小就离开了 赵老和正强 看着严小小离开的背影 赵老对正强说 这个小梦以后找你 可不能怠慢了呀 正强觉得 也是 对赵老点点头说 是的 说不定以后 还有好药材呢 赵老拿着人参起身说 我得赶紧把人参 给老楚送过去了 他的病情可等不得了 拿着人参 急急忙忙出门了 这边严小小 走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巷 紫园把他的法术解开了 恢复到他的本来面貌 走出了小巷 打车回到了警华院小区 开门进屋 看见客厅坐着 楚侍仪的母亲和秦助理 本来很高兴的心情 瞬间跌落谷底 楚母看着严小小 眉飞眼笑的进门 脸上的表情 更加的难看了 历声说道 就是你这个攀龙富凤的女人 一个农村来的小丫头 看不出来还挺有心机的 还真是小瞧你了 怎么这么没有羞耻心呢 还能笑得这么开心 回头对秦助理说 你就在这儿 让他们马上离开这里 真不知道嘶嘶交的 都是些什么朋友 等他回来 我会好好跟他妈妈聊聊 严小小听他这样贬低亡路 反声道 楚夫人 你怎么说我都没关系 但是 你不能这样说我朋友 他有什么错 深吸一口气继续说 你放心 我不会再缠着你儿子的 他有你这样的母亲真可怜 我很庆幸没进你家门 你未来的儿媳 能有你这个婆婆 真可能是他这辈子 最大的不幸了吧 现在严小小很有底气 觉得 就算没有楚侍仪自己一样 能好好养大宝宝们 希望他以后不要后悔就行 紫园姐姐说的对 男人算什么 难道前前不相吗 他现在不需要男人了 他要努力搞事业 楚夫人被气得头顶冒烟 气愤的给了严小小一巴掌 啪 严小小头偏到了一边 感觉口腔里有血腥味 王露因为离严小小有点远 没来得及拉一把严小小 就这样看着他被打了 立马说 小小说的难道有错吗 就因为小小是农村的 你们就这么看不起人 现在还打人 这就是楚夫人的好教养吗 在他还想再说的时候 严小小拉住了他 自己不能再连累王露了 楚夫人打也打了 还有什么事吗 楚夫气得抖着手指着严小小说 你最好说到做到 不许再缠着我儿子 不然我让你在帝都混不下去 严小小讽刺的回答说 我说到做到 希望你们以后 也不要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 楚夫正在气头上 也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情助理看着几人很是头大 也没怎么把话听进去 楚夫很是气愤 说 马上给我滚出去 说完就离开了 王露也气得不轻 对着门口大声说 谁稀罕 走就走 严小小拉住他 愧疚的说 露姐 对不起 我们今天先住酒店 我付钱 王露还不知道 严小小有多少钱吗 安慰他说 小小 不是你的错 住酒店我们 哎哎 严小小也不再继续说什么 等会儿到酒店再说 连忙跟王露一起收拾行李去了 第28章 住酒店 情助理见两人都没理会自己 也不觉得尴尬 就淡定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 毕竟是在毫无人性 可言的楚总身边做事的人 多多少少 也是不怎么好相遇的 所以 严小小和王露 也不想理会他 半个小时后 自己的东西 两个大大的行李箱 和三个提着帆布袋 把钥匙交给了秦帆 三人一起下楼 秦帆看着两人 带着这么多的东西 现在也不好打车了 就说 你们去哪个酒店 我送你们过去吧 王露一听 也不跟他客气了 笑着说 好啊好啊 谢谢情助理了 严小小本 不想坐他的车的 可是王露已经答应了 秦帆看看王露 违心的笑容 也不理会 带着两人来到自己的车前 打开后备箱 帮忙把行李箱放进去 还好后备箱够大 坐进车里 严小小说了一个 离这儿不远的酒店名字 来到酒店大门前 秦帆帮着拿了一个行李箱 来到柜台前 两人开了一间标间 就抢着付钱了 两人就在那儿推来推去的 陆姐 说好多我来付钱的 你放心 我有钱的 我还不知道你吗 说好 AA就AA 两人谁也不让步 几分钟过去了 前台的工作人员 很无语地看着秦帆 秦帆在一边看着 也无奈了 就默默地把钱付了 给他们开了两天的时间 好了好了 我已经帮你们开好房了 你们上去吧 拿好房卡 把房卡递给两人 王璐疑惑地说 你有这么好心吗 不会有什么目的吧 秦帆被气笑了 就你们这样落魄了 我还没有什么目的 说完转身就走了 严小小把袋子给王璐 连忙追上去喊住秦帆 秦助理 请等一下 秦帆停住脚步回头 看着严小小说 严小姐 还有什么事吗 严小小看 在他今天帮助两人的份上 对他的感觉也没那么坏了 微笑着说 我就是想感谢你一下 谢谢你今天的帮助 秦帆说 不用这么客气 我就是看 你们两人拿着这么多行李 顺手而已 严小小说 还是要感谢你的 虽然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 但是以后 如果有机会报答你的话 我也不会推辞的 因为你是这几天 给我们最大善意的一个人 秦帆听他这么说 也知道了 这两天 这个小女孩 还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想到什么就问了 严小姐 其实我一直很疑惑 你为什么会去相处总表白呢 毕竟你们之间的差距 确实挺大的 呃 我没有瞧不起 你的意思 我就是很疑惑 你也可以不说的 严小小笑笑说 我知道你没其他意 可是抱歉啊 我不能跟你说原因 我只是有不得不说的理由 现在我也死心了 挺好的 接下来就是好好生活了 秦帆看着严小小怎么看 都不像是那种拜金女 跟以前追出总的那些女人也不一样 严小小很开朗活泼 小小年纪遇见这种事 也没有一蹶不振 反而还很乐观积极地笑对生活 严小小真的是一个很好女孩 真不知道 出总错过严小小是不是对的 秦帆笑着说 好吧 那祝你未来的生活幸福美满 加油 我就先走了 再见 严小小摆摆手说 嗯 谢谢 再见了 在秦帆转身离开上车的时候 迅速地把准备好的钱 从打开的窗子扔了进去 转身跑开了 来到了王露的身边 拿过他手里的东西 往电梯走去 王露说 你跟他说什么了 还说那么久 严小小回答说 没什么 我就是想感谢一下他 毕竟今天他也帮了我们吗 王露点点头说 也是 不过那人确实还挺不错的 不像表面那么 看起来不近人情的样子 严小小也很赞成 来到定的房间 嗯 不错 王露躺在床上感受了一下 严小小也躺在了另外一张床上 两人转头看着对方 就笑了起来 第29章 近未来 嗯 真不错 严小小对王露说 露姐 我们先在网上看看房源信息吧 王露来精神了 拿出电脑 连接好酒店房间的WiFi 在网上的各大平台上 找租房信息 先找好住的 再慢慢找工作吧 两人找到了几个 打电话过去 基本上都是中介的电话 没办法 约好第二天看房子的时间 严小小拉着王露出门吃饭 严小小说 走吧 露姐 今天我请客 交上大姐 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王露知道她的心情不好 肯定是在强颜欢笑 也就随她了 两人来到A大附近的一个香菜馆 刘涵已经到了 点的都是三人爱吃的菜 三人落座 刘涵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白开水 严小小看着熟悉的饭馆 熟悉的位置 心里很不适滋味 怀念的说道 真怀念以前的日子 王露接口说 是啊 就是少了思思那丫头 这么久了也联系不上人 不知道在哪个山里面拍戏呢 刘涵看看严小小 也不是特别难过的样子 说 你们什么时候找房子呢 王露说 我们在网上看了几个 约好明天去看房子 刘涵说 我最近都有点忙 不然还能跟你们一起去找房子了 严小小说 没事 你忙你的吧 我们能搞定的 严小小看见了刘涵看过来的眼神 对他们嬉嬉的笑着 说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就是觉得很对不起你们 特别是思思 我真怕她会不原谅我了 刘涵说 不会的 思思不会怪你的 你也不是那样的人 只是你自己还这么小 就碰见了这些事情 不怕 以后还有我们呢 王露说 是啊 小小 我们以后加油挣钱 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 刮目相看 哼 让他们瞧不起人 严小小看着两人 关心自己的样子 端起水杯说 嗯 加油挣钱 来我们以水带酒进未来 进未来 进未来 三人吃饱喝足后 又到学校里走了一会儿 怀念一下以前开心的时光 晚上九点 三人分开了 王露和严小小 走到校门口打车回酒店了 王露去洗漱 严小小拿出手机 给父母打电话 电话接通了 喂 是小小丫头啊 电话还是严爸接的 爸爸 是我 你们最近都好吗 好 我们都很好 你一个人在外面 要自己注意身体啊 好的 爸爸 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不要太累了 爸爸 我妈呢 你妈 去你奶奶那了 前几天你小姑接 你奶奶去她家耍几天 你奶奶想着 你爷爷跟你太太在家 我两天就闹到了回来了 今天你小姑把她送回来了 哦 奶奶就是爱操心的 出门还要电机家里面 你们都在家 就好好的去耍嘛 又不是没人照顾爷爷和太太 你奶奶一辈子就爱操心 你妈过去帮你奶奶收拾东西了 等一会儿就回来了 说完就听见电话那边严爸说 你妈回来 我把电话给她 你们说吧 严小小说 嗯 爸爸注意身体啊 知道了 电话那头严爸 对严妈说 老婆 哎 你的小棉袄给你打电话了 严妈高兴的声音就传过来了 喂 小小呀 最近还好吗 有没有好好吃饭啊 最近天气热 不要喝冰水 少吃冰淇淋啊 多喝热水 注意防暑啊 严小小听着爸爸妈妈关心的话 就很暖心 恨不得马上飞回家 不想留在这里了 妈妈 我很好 不要担心我了 你们在家也要好好的啊 母女俩 一直聊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 王露洗漱好出来 看见严小小还在打电话 也没打扰她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一个小时后 严小小终于挂断电话了 王露笑着调侃她说 呵呵 看你给你家里人打电话 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还要跟你妈妈撒娇 呵呵 严小小也被她说得不好意思了 说 西西 我跟我妈妈说话 就是这样的 难道你在你妈妈面前 不是这样的吗 王露说 呵 我妈才不会这么好说话呢 不削我 我就谢天谢地了 小小 你没跟你爸妈说 你的事吧 严小小沉默了一下 第30章 租房子 开口说 我不想他们担心 就没说 他们供养我读书 已经很不容易了 现在我自己能解决 就不想再让他们担心了 王露说 是啊 长大之后 就是这么无奈 总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跟父母说 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 在外面受了委屈 就回家找爸妈 是啊 人总是会在困难中学 会成长的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严小小听着王露熟睡的声音 确定了她已经睡着了 心里默念进去 自己就站在了空间里的屋子里 紫渊的声音也响起来了 来了 严小小说 紫渊姐姐 你又在下棋吗 紫渊指着对面的位置说 来 我教你下棋 严小小拿起旁边果栏里面的桃子 咬了一口 哇 太好吃了 紫渊姐姐 人才卖了那么多钱 那块翡翠 就先不卖了吧 嗯 随便你 反正也是你的 你做主就行了 严小小吃着桃子说 紫渊姐姐 我想回老家 现在国家也在提倡大学生回乡创业 我也想回去创业 这里也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 紫渊一边整理棋盘一边说 嗯 你家本来也有一个果园 可以多种一些品种的果树 严小小点点头说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现在的水果太贵了 有空间泉水在 我们种的水果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紫渊提醒说 泉水一定要稀释后才能用 不然太逆天了 虽然种出来的水果蔬菜 比不上空间里的 但是也比你们这个世界的水果蔬菜好吃 严小小憧憬着未来 想着以后的美好生活 就笑出了声 紫渊拍了一下她的头说 赶紧的 坐好 认真学 严小小轻轻抚摸着肚子说 哼哼 宝宝 我们一起学啊 紫渊好笑的看着她 两人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 都进入了忘我的状态了 严小小在空间里休息了十几个小时 神清气爽的 出空间一看 七点过 看网络还睡得很香 也没有打扰她 就起床洗漱了 拿出一本书 坐在床头看 八点半网络的手机铃声响了 她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 关掉闹钟 伸了个懒腰 终于有点精神了 转头看见 严小小正坐在床头看书 看样子 已经洗漱好了 小小 你起得这么早呀 嗯 醒了就睡不着了 看会儿书打发打发时间 哎 学霸就是学霸 时刻都不会忘记学习 赶快起床吧 我们一会儿还要去看房呢 网络起床洗漱好了 两人出门 在路上吃了个早餐 一起来到跟中介约好的地方 中介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叫秋姐 看着是两个漂亮的美女 也就更热情了 特别是看见严小小 最近严小小都是吃的空间里的水果 喝的也是空间里的泉水 皮肤现在白的发亮 身材也更好了 网络天天跟她在一起 这些变化也没发现 她本来也是个大大咧咧的人 以前严小小也是很漂亮的 只是觉得严小小最近精神好了 肯定气色就更好了 秋姐带着两人来到了一个很旧的小区 这里位置挺好的 还很有生活气息 卖各种小吃的 还有卖蔬菜水果的 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型的菜市场了 来到房间门口 秋姐 打开房门 三人就进去了 客厅很小 厨房和卫生间也很小 近两个人都感觉很紧 卧室里就放着一张床和衣柜 多余的空间也没有了 严小小对秋姐说 这里太小了 外面也很吵 还有没有其他的房源呢 秋姐不好意思的说 昨天我接到王小姐的电话 她说 你们还是没毕业的大学生 所以我就推荐了这里 你们说一下要求 我重新给你们看看 严小小说 要治安好一点的 最好宽敞一点的 秋姐想想说 昨天我刚好有一个客户退租了 是一个单身公寓 挺好的 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几人又来到了一个地铁边上的 更规范的小区 看着治安是很好 环境也很好 坐电梯到15楼 是一梯三户的 秋姐走到正对着电梯门的那户 打开房门 第31章 住新家了 进门是一个立体的鞋柜 还有一个穿鞋凳 中间是放药室包包那些小东西的柜台 很节省空间也好看 客厅是一个大概三 五米的开间 看电视也不会觉得太近了 还有一个大大的落地窗 采光很好 外面的视野也很开阔 厨房是开放式的 旁边一个两人位的小吧台 做饭两个人的话 也不觉得拥挤了 厨房和卫生间是对门的 卫生间里洗漱台 淋浴 马桶都很齐全 干湿分离的 卧室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床 最好的是 还有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虽然王璐和严小小 现在没工作了 暂时不能买很贵 很好很多衣服 但是那个女人 不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衣帽间呢 严小小趁着王璐 在里面看衣帽间 就叫秋杰出去说话了 秋大哥 等一下你把价格说低一点 后面我把钱给你补上 我还想租两年的 到时候一次性把钱付清 行吗 秋杰惊讶了 说严小姐 这个房子的租金可不便宜呢 你确定真的付两年的房租吗 严小小点点头说 是的 你只要到时候 把价格说低一点 说可以一月一付就行了 好吧 王璐高兴的跑出来 拿着严小小到一边去说话 小小 你喜欢这里吗 我很喜欢 不过 可能价格会有点高呢 我们问一下秋大哥吧 我也挺喜欢这里的 王璐对秋杰说 秋大哥 这里的房租多少钱 秋杰说 你们正好赶上了上一个租客才搬走 租房信息还没有挂到网上 房主也不在帝都 就是希望租客能爱惜房子 所以价格不是太贵 三千五百一个月 可以一月一付的 压一个月的房租 你们觉得可以吗 王璐震惊了 真的吗 帝都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 还能一月一付 秋杰淡定的点头说 是的 真的 王璐转头开心的对严小小说 小小 我们运气真好 严小小也笑着回应道 嗯嗯 我也觉得我运气真好 转头对秋杰说 秋大哥 我们现在就签合同吧 秋杰带着两人来到公司 把合同签好 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还有押金 两人走出门口 严小小突然说 陆姐 我想上厕所 你在这等我一下 王璐摆摆手说 去吧 我在这等你 严小小进去里面 看王璐没注意这边 拐了一个弯 往秋杰的办公室去了 敲门进去 秋杰看着来人是严小小 笑着起身说 来了严小小坐下说 我们重新再签一份吧 注明 以后退租的话 把剩下的钱给王璐 秋杰说 好的 这个房子的原本租金 是2W一个月的 还有一个月的押金 如果你付两年的房租的话 是50W 再扣除刚才的7000 你还要再付49W3000块钱 如果是以前的严小小 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的 现在嘛 她可是身怀巨款的小富婆呢 付钱的时候 也是大手一挥就转账了 弄好这一切 把新的合同放在了包里 救的正好在她这儿 就跟秋杰 也把双方签的就合同一起撕了 出去找王璐 两人开开心心的回去搬新家了 想着晚上就能住新家了 虽然不是自己的房子 但是 这是他们自己租的 也没人会赶他们走了 想想就开心 搬家的时候 也不觉得累了 回酒店拿好行李 就去退房了 打车去新家 两人忙忙碌碌的收拾着东西 收拾完 躺在沙发上休息 王璐拿出手机 说 我给大姐打个电话 跟她说一下 看她有没有时间来吃饭 严小小没力气了 随口说 嗯 叫她来吃饭 电话接通 王璐说 大姐 有空吗 我们搬新家了 订阅我发你微信上 来我们家一起吃个饭吧 那边回答说 璐璐 不好意思啊 最近太忙了 要考试了 我今天走不了 等考试完了 去你们那儿 王璐失望的说 好吧 你好好考试 加油啊 挂了电话 王璐对严小小 大姐 来不了了 我们一起去买菜回来做吧 今晚煮火锅吧 好好吃一顿 严小小同意道 好的 刚好这边有个大超市 先去熟悉一下 两人拿好包就出门了 第32章 吃火锅 来到离家不远的地方 有一家大型超市 两人推着购物车来到蔬菜区 买了一些蔬菜 来到水产区 买了一点虾 又去肉类区买了一斤牛肉 还有一些丸子之类的 饮料也拿了一些 最后一样火锅底料 买齐全了 回家吃火锅了 回到家 王璐洗菜 严小小把牛肉切好在马上 要想牛肉嫩 一定要让水充分进入到肉里 主要方法是 在马位时边搅动边加水 搅动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一个方向搅动 直到牛肉很滋润 马碗里没有水分为止 等一下煮的时候 才不会那么老 准备炒料了 趁王璐不注意的时候 把空间里的泉水 放到火锅料里 一会儿香气就飘得满屋子都是 闻着就让人流口水 王璐在一边 已经等不及了 催促道 小小 好了吗 我快饿扁了 严小小边忙着手上的火鞭说 你把电磁炉插上电吧 我把锅端过来 就可以吃了 王璐在一旁拿着筷子 已经准备好下筷子了 看见锅里翻滚的红油锅底 迫不及待的加起一片牛肉 就开始涮了 放入嘴里 惊叹不已 哇 小小 太好吃了 你不愧是川省人 比外面火锅店的都好吃 严小小也加起了一片牛肉 嗯 味道确实不错 两人彻底被这霸气的味道征服了 严小小也是第一次尝试着 用空间泉水做吃的 味道太美味了 大块朵移的吃着火锅 谁也没说话 等放下筷子的时候 我们也太能吃了吧 王璐也皱眉说道 确实太能吃了 不行明天早上开始跑步 这样以后不得成个大胖子吗 小小明天早上起来跑步啊 严小小从小到大 最讨厌的运动就是跑步了 自己有空间 还有泉水 应该不会长胖的吧 就说 我不跑步 最讨厌跑步了 我什么时候胖过吗 我可是吃不胖的体质 王璐感觉心里被扎了一刀 恨恨的说 太气人了 我们几个就数你最能吃了 也数你最瘦 身材也最好 连思思都对你是羡慕极度狠 这也要感谢我妈妈 把我生得这么天生励志的呀 严小小站起身收拾碗筷说 赶紧收拾一下 等会儿陪你出去走走总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两人麻利的收拾好厨房 出门散会儿步 离家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个公园 那里晚上还挺多人的 跳广场舞 玩耍的小孩 散步的小情侣 王璐感叹说 好久没这样饭后散步了 这里还真的很适合晚上散步呢 严小小附和说 是啊 好想念老家的悠闲生活啊 王璐说 你该不会想回老家了吧 你可不要丢下我呀 严小小就笑笑不说话了 转移话题说 你要不要去跳跳广场舞 听说减肥效果不错的 王璐嫌弃的说 才不要呢 我还不如练会儿功夫呢 两人就打的闹闹的玩了一个小时 回家了 喜说好 王璐跟严小小说 小小 刚才有个师兄给我发微信说 他们公司要招一个出纳 你说 我去试试行吗 可以啊 就当积累经验了吗 只要你好好干在哪里 都会发光的 可是他们那儿只招一个人 严小小安慰他说 没关系的 你先去吧 我再找找 王璐给师兄回复信息 了解一下工作了 严小小也计划着回家的事情了 肚子眼看着一天天的大了 很怕到时候瞒不住了 虽然最近都是穿的宽松的卫衣 或者裙子 虽然能瞒住王璐 但是 就怕其他人观察仔细 也会看出他的不一样的地方 到时就麻烦了 平平淡淡的过了一周 王璐也在新公司慢慢的适应着 严小小每天就在空间里 跟子芸学习下棋 王璐下班的时候 她就做好饭了 王璐还以为 严小小每天都出门找工作 就也不好问她工作的事情 就没好在她面前 说工作的事情 这天 王璐问严小小说 小小 明天要回学校拍毕业照了 严小小说 嗯 我们明天早上要早点起来 一夜好眠 第33章 拍毕业照了 早上起床 两人按部就班的洗漱好 吃了早饭 出门 去学校 回到之前几人的宿舍 刘晗现在还暂时住在这儿的 刘晗见两人进门 说 昨天我已经把你的衣服领回来 在我床上放着的 你们去换上吧 严小小拿了一套衣服说 我先去吧 说完就往卫生间走去 王璐说 换个衣服 还要去卫生间吗 严小小故作矜持地说 哎呀 我害羞吗 王璐受不了她了 赶紧催促她 先去换衣服 严小小进去 看着自己的肚子 面露担心 用手捏住后面的衣服 侧看着镜子 肚子已经凸出来一点了 她很怕在刘晗面前露出端倪 所以才想先换衣服 毕竟学士服很宽大 她穿上就完全遮住了 穿好衣服 走出去 刘晗看着严小小 仔细观察了一下说 小小 我怎么感觉你的变化很大呢 好像更漂亮了 你的皮肤怎么那么好 像包了壳的鸡蛋一样 又白又嫩的 是吧 露露 严小小摸着自己的脸蛋 有点心虚了 王璐也过来看着她说 她皮肤一直这么好的呀 我觉得 小小还是那么漂亮可爱 严小小见王璐给她解围了 也随口说 我也觉得 我自己还是那样 没什么变化 王璐调侃的说 今天肯定会有男生 给小小送花的 以前都有那么多人追 现在快毕业了 他们还不得抓紧机会吗 刘晗 肯定会的 我们系的 也有男生在向我打听你呢 他们今天肯定会来的 严小小被他们说的不好意思了 催促道 好了 赶紧走吧 你们就在那看我的笑话吗 三人出门去了 刘晗去帮两人拍照的 来到集合的地方 大家一起拍大合照 跟班上玩的好的同学 也拍了很多照片 也有不喜欢严小小的女生 一直脸色不好的 看着他们这边 有女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更何况 还是他们这种女生 多的戏就更多八卦了 这时旁边来了五个男生 其中一个手里 拿着一束花 其他四人 应该是陪他一起来的 走到三人身边 给三人打了个招呼 几人都是认识的 拿花的那人 就是刘晗说 向他打听严小小的同学 在学校的时候 几人也约过刘晗宿舍的出去玩 那男生叫魏清明 学法律的 长得很阳光帅气 今天应该也是特意打扮过的 头发是现在很流行的发型 几人都知道 魏清明喜欢严小小 只是还没有表白过 以前他也隐晦的 向严小小表白过 不过的 都被严小小岔开话题了 今天估计会向严小小表白的吧 魏清明把花递给严小小说 严小小同学 恭喜你毕业 祝你前程四季 严小小接过了花说 谢谢魏同学的花 其他人都在旁边看热闹 突然后面插过来一个 不和谐的女生 哟 现在有的人脸皮真厚 勾搭总裁没成功 现在把目标转移到学校了吗 网络看着是平时 一直看严小小不顺眼的刘倩 枪声道 刘倩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都要毕业了 你嘴巴还是那么臭 刘倩回嘴说 怎么我说错了吗 你说他没有勾引 楚氏集团的楚总裁吗 他敢做我为什么不敢说 刘涵严厉着声音说 你是个成年人 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任 污蔑诽谤是犯法的 你不知道吗 刘倩不懈的说 切 我们班现在谁不知道他做的事啊 几人的争吵声 把周围的同学也吸引过来了 有人说 是啊 听说严小小勾引楚总裁的时候 被楚总他母亲看见了 还打了他一巴掌呢 是的是的 我也听说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呢 平时看着挺乖巧的 怎么竟想着当狐狸精呢 切 农村来的就是农村来的 就想着麻雀变凤凰 这话也彻底惹恼了周围的同学 学校里大部分的同学 都是来自农村的 立马有人反驳说 农村的怎么了 农村人惹你们了吗 这样贬低农村人 你就不要吃喝啊 就是 你们谁敢说 网上数三代 你家不是农村的 你们在现场吗 就在那胡说八道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不知道吗 大家同学这么多年了 严小小是什么样的人 其他人不清楚 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 严小小看着大家吵得不可开交 觉得自己不能再躲起来了 于是 站出来说道 刘倩 我知道 你一直都看我不顺眼 你不就是 嫉妒我比你漂亮吗 刘倩听着严小小这样说 就更气了 说 你一个农村来的乡八佬 我会嫉妒你 你有哪一点能跟我比的 第34章 吵架 严小小现在可能是跟紫月 在一起时间久了 冷着眼看着刘倩说说 是 我是农村人 你以为你就不是农村人了吗 你爸不是农村出来的吗 卖刚才发家刘大 能不就是你爸吗 平时刘倩在学校 都是一副千金小姐的做派 大家只知道 她家是做钢材生意的 却不知道 去年在娱乐卷包 养了一个小明星 最后被原配曝光出来 是一个卖钢材的爆发户 叫刘大能的 是从农村出来的 靠着老婆娘家 做起来的钢材生意 现在有钱了 就包养小三小四的 八卦杂志 也把刘大能的照片和发家史 也报道出来了 当时学校里 也有人看八卦的时候在讨论 都不知道 原来那是刘倩的爸爸 严小小也是一次无意之间 在校门口 看见了刘大能来找刘倩的时候 听见刘倩叫他爸 才知道的 人群里一片哗然 原来那个忘恩负义的男人 是刘倩他爸呀 嘖嘖嘖真替他妈 感到不知道 遇见这么个渣男 你是不知道 他妈是个母老虎吗 他爸在家 还要被他妈打呢 呦 这哪个男人受得了呀 刘倩听见周围人的嘲讽声 冲着严小小奔过去 就要打他巴掌 严小小现在 被调理的耳聪目明 不说身手敏捷 但是接住刘倩的巴掌 那也是很容易的 严小小鄙视他说 怎么 这就恼羞成怒了 受不了了 那你破坏我的名声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呢 只能愤愤地说 你放开我 我没乱说 你敢说 你没有跟 储氏集团的储宗表白吗 严小小无所谓地说 是啊 我是表白了 表白跟勾引是一个意思吗 你的大学是怎么读的 说着 还给刘倩一个白眼 刘倩现在 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看见严小小身后的魏清明说 同学 看见了吗 严小小就是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的 他在吊着你玩呢 这样的女人 你还要吗 严小小甩开刘倩的手 刘倩一下 就退后了几步 还好被后面 跟他一起的同学扶住了 不然肯定会坐在地上了 严小小也没再看 刘倩的狼狈相 转身看着魏清明 他脸上露出了尴尬的样子 对严小小说 严小小同学 我知道 你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人是吧 严小小看着魏清明的眼睛说 如果我就是他们说的那样的人呢 魏清明忙说 不是 你不是的 我们也认识几年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而且 我我 我今天想跟你说 请你 他话还没说完 严小小就打断他说 魏同学 我有喜欢的人 还有谢谢你的花你 送给别人吧 说完 把花塞在魏清明怀里 就走了 魏清明定定的站在那里 看着严小小走远了 问一边的刘涵说 他是不是在怪我 刚才没有帮他说话 所以才拒绝我的 刘涵和王露 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跟几人告别 追着严小小走了 魏清明身后的几个兄弟 拍拍他的肩膀说 走吧 兄弟 魏清明神情维靡的 跟着他们走了 王露和刘涵 跟在严小小的身后 一起回宿舍 进门 刘涵和王露 紧张地看着严小小 看他 不像是想不开的样子 也放心了 严小小看着他们 担心自己的样子 笑着说 别这样看着我好吗 我没那么脆弱的 严小小说完就走 去了卫生间 把门关上 捂着嘴小小声的哭泣 突然耳边传来了紫渊的声音 小丫头 有什么好哭的呢 你就当是狗仔废就好了 来人嘛 这个不行 还有下一个呢 严小小在心里跟紫渊说 我也不想理会他们 可是我就是心里难受 我觉得 我没脸面对刘涵 王露 更觉得对不起思思 紫渊开导他说 朋友之间是不会这样想的 只要他们还当你是朋友 人生能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呢 严小小心情低落说 我想回家了 如果我不在帝都了 不要时常看见这些人了 他们也就不会 再说我朋友了 是我连累了他们 紫渊看严小小 已经钻牛角尖了 也不多劝了 只说 你要想清楚了 别让自己以后后悔就行了 严小小擦干净眼泪 脱下学士服 捧了一把水洗了一下了脸 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打开门出去 第35章 逛花鸟市场 走出卫生间 看见刘涵和王露 正面路担心的 看着卫生间的房门 严小小笑了 心里更愧疚了 我们去吃饭吧 两人看他这样觉得 他肯定是在里面哭过了 王露高兴的说 走吧走吧 我饿了 今天我请客 刘涵接着说 好呀 今天我们可要宰你一顿哟 放心吃吧 大不了 我吃一个月泡面 严小小也笑着说 兮兮 我不会让你只吃泡面的 最多给你加一根火腿肠 三人打闹着出门去了 下午刘涵回学校 王露去公司 还要加班呢 严小小去了花鸟市场 想买点花种在空间里 好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 坐公交车来到花鸟市场 看着周围的一切 心情好了不少 就这样 东看看西看看 慢慢的逛着 看见一家花圃门口的玫瑰花 很好看 就进去了 这时也没什么顾客 老板娘看见 近来一个小姑娘 热情的招呼她 小姑娘 喜欢什么花 我给你介绍介绍 严小小回答说 阿姨 我想看看玫瑰花 老板娘说 我这儿的玫瑰花品种很多 有普通的 也有稀有品种的 看你喜欢哪种的 严小小说 我喜欢好看的 我在网上查到一个名字 叫朱丽叶的玫瑰花 看着很好看 你这儿有吗 老板娘笑呵呵道 小姑娘 你还真是来巧了 我这儿正好还有最后一盆了 不过就是有点小 现在只有一朵花 前一个客人就是嫌弃太小了 怕自己养不好 就剩下了 我处理给你 老板娘也是个实在人 也没有夸大气词的乱说一通 严小小让她拿来看看 老板娘端出了一个花盆 看着确实挺小的 不过她有空间在 还怕养不活吗 老板娘怕严小小不要 就给她科普说 朱丽叶玫瑰 还有一个名字 三百万玫瑰 一听这个名字 是不是觉得很贵啊 哈哈 这里的三百万 可不是人民币 而是英镑 上榜世界上最珍贵的花牌型榜 这种玫瑰是典型的切花型玫瑰 惊艳而典雅 清淡又热情 没有一个女孩子可以拒绝 老板娘接着说 现在国内经过培育 要不了这么贵了 但是也不便宜哦 严小小吞了一口口水说 多多少钱呢 老板娘说 这一盆朱丽 也我便宜给你了 一万块钱你拿走 严小小还是觉得有点贵了 就想讲讲价格 于是道 阿姨 你就再少一点吧 你看你的这个花也没人要 就再便宜一点嘛 我再买点其他的花 最后 严小小买了一些普通的 其他品种的玫瑰花 油粉 白荔枝玫瑰 糖果雪山玫瑰 卡布奇诺玫瑰 红锈玫瑰 差不多有二十几个品种 光是玫瑰花 就花了一万六千多块钱 老板娘还送了一些 其他品种的花 还送了一盆茶树 和一盆兰花 严小小咋舌了 看来在走之前 要再去卖点药材了 严小小跟老板娘说好 让她帮自己送到市场 后面的那个空地上 等会有人来拉 老板娘也答应了 叫了两个工人来帮她搬 工人师傅帮严小小 拉到了指定的位置 下好货 两人就走了 这个位置 还是紫园给严小小说的 不然她自己还不知道呢 她让紫园看看 周围有没有人 没人就全部收进了空间里面 严小小又去逛了一下 其他的花 买了一些天竹葵 满天星 蓝雪花 嚼紧一些好看 又好养的花 最后还买了九条观赏鱼 因为严小小喜欢酒这个数字 所以买了九条鱼 打算放到空间里的 四合院的那个 放育时翡翠的池子里 也是叫老板 帮她送到那个空地上 像之前一样收进了空间 今天也是满载而归了 心情倍儿好的回家了 她打算回家 也可以种种花卖 哈哈 美好的生活就要来了 第36章 家里出事 回到家 看到王璐已经回家了 诧异的问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呀 不是说要加班的吗 王璐严严的说 哎 真倒霉 我才上班没多久 经理就叫我出差了 太没人性了 气死我了 严小小疑惑的说 怎么会叫你一个实习员工 去出差呢 王璐说 哎 别说了 之前的财务辞职了 现在公司只有一个财务 和我这个出纳 财务在这边 还要接手之前的工作 老板要去外地 现在公司 也就只有我还比较闲 严小小说 也说明你们老板 还是想要培养你的吗 加油啊 我看好你哦 哎 也只能这样安慰一下自己了 我们公司还是一个小公司 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 不过老板还是挺好的 就是嘛 想开一点 万一以后你们公司开大了 上市了 那你就是开国功臣了 到时候地位一下就不一样了 但愿吧 我再坚持坚持 再说 现在做什么不累啊 刚毕业能找这个工作就不错了 毕竟我们老板还是挺好的 加班工资还挺高的 加油 加油 哈哈哈哈 第二天 严小小起床的时候 王露已经走了 他就简单地弄了点早餐吃 还从空间里拿了一个桃子出来吃 这可是 他每天都要吃的水果 严小小想着 趁着王露不在家 就收拾一下自己的行李 他想偷偷地走 不然他肯定会埋怨自己的 也怕到时候肚子大了 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 万一到时候 曾思思知道了 孩子是他表哥的孩子 怎么办呢 他们要抢孩子 他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些问题 他一想就怕 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拿起手机一看 是他姐姐严贝贝打来的电话 接起电话说 喂 姐姐 什么事啊 小妹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严小小听着姐姐吞吞吐吐地说话 心里咯噔了一下 说 姐姐 什么事啊 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严贝贝说 事有点事 妈妈 本来不让我跟你们说的 可是我怕到时候 你跟哥哥埋怨我不跟你们说 严小小也开始着急 姐姐 到底什么事啊 就是 爸爸去果园给果树浇水 踩到了一块石头摔倒了 把脚摔断了 腰也闪了 家里的桃子也结果了 最近都没下过雨 每天都要抽水浇灌 爸爸心里着急 也不敢跟你们说 罪里都涨套了 严小小说 你们怎么能告诉我们呢 万一爸爸要是有什么事 那怎么办呢 接着说 姐姐 我最近也是打算要回家了 我辞职了 严贝贝在那边着急到 怎么好好的就要回家了呢 严小小说 说来话长了 姐 等我回来再跟你们说好吗 我现在看看票 确定好时间给你发消假 不等严贝贝说话 就挂断了电话 进去空间找到子鸢说 子鸢姐姐 我爸爸脚摔断了 我要回家了 我想再去卖一点药材 要不卖两个人参吧 子鸢说 可以 我给你弄好 严小小又让子鸢 给她试了一个小法术 还是之前那张脸 不过衣服还是自己的 就是要比之前的好很多了 毕竟卖了那么多钱 衣服还是要穿好一点的 在路上给郑强打了一个电话 喂 郑大哥 我爸爸给我寄了两根人参 过来叫我卖 你现在在哪呢 那边回答说 小孟呀 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不给我打电话了 我在店里 你直接过来吧 挂断电话 严小小打车来到百姓林中药房 进去店里 之前的那个店员小李看见了他 热情地走过来招呼他说 小孟 你来了 刚才郑经理说了 你来了 让我带你去他办公室 严小小点点头说 麻烦理解了 不麻烦的 走吧 两人来到办公室门前 小李敲门 里面传来了一声进来 小李推门进去 严小小跟在后面 郑强起身热情地招呼他 小孟 你终于来了 来坐 小李出去倒了两杯水进来 放下水杯就出去了 第37章 离开 没外人了 郑强就直接进入正题了 说 小孟 这次的人生 还是那样的品项吗 严小小看着他有点着急的样子 就直接打开了木盒子给他看 郑强 小李还跟着赵老学习了一些看药材的知识 特别是人参 一看严小小拿出来的人参 不比上次的差 反而还比上次的年份还要长一点 严小小说 郑大哥 你看着给吧 我家里人生病了 我急需用钱呢 郑强一听也明白了 他为什么会把这么好的人参卖了 这都是可以当传家宝的东西的 想想就开口说 你的这两根人参品 相比之前的那根还要好 这次两根给你1300W 你看可以吗 严小小说 可以 你还是转到这张卡里面吧 说着 把卡递过去了 郑强给财务打电话转钱 严小小跟郑强告了别 就急匆匆的走了 严小小走到了偏僻的地方 让紫渊确认周围没人 就把法术解开了 脸恢复到自己的面貌 衣服还是那身衣服 打车回到家 拿出手机订机票 明天早上10点 飞到川省的省会A市的机场 他家离A市也不远了 订好机票 就开始收拾行李 把行李箱装满 其他的东西就放进空间里了 空间真是一个出远门的神器呢 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东西 在准备睡觉的时候 才想起还没有跟王露他们说 躊躇很久 决定还是给他们留一封信 自己这一走 也不知道多少年之后才能见面了 提笔很久 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 自己不辞而别的事 可能多年以后 他们会埋怨 会跟自己绝交 但是为了宝宝们 他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写好信和租房合同 一起放在门口鞋柜的柜台上 用一个东西压住 心情郁闷地睡觉去了 早上七点起床 洗漱 吃早餐 要出门的时候 留恋地看看这个屋子 狠狠心关上门走了 在手机上叫了一辆车去机场 坐在车上 眼泪不自主地流下来 前面的司机师傅 看他一个小姑娘 哭得那么伤心 就想开导他一下 说 小姑娘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还年轻 后面还有大好的时光呢 严小小带着哭腔说道 我舍不得离开 但是又不得不离开屋 司机师傅说 电视剧里不是说 离开不就是为了以后 更好的相遇吗 人生啊 总是会有分离 相遇 有的人会有相见的一天 有的人却再也不会见到了 严小小声音平淡地说 是啊 不知道我们会在哪一天再相见 所以 彼此就在不能相见的时间里 做最好的自己 期待着相见的那一天 严小小被逗笑了说 哼哼 叔叔 你真会说话 司机师傅也笑着回应说 哈 我平时开车 什么人没遇见过呢 每天没事就听听广播 见得多了 听得多了 就有了职业病 看见乘客就想多跟他们聊聊天 遇见像你这样不开心的乘客 就开导开导一下 哈哈 一路上司机师傅都在跟严小小聊天 他也没那么难受了 下车的时候 很有礼貌地对司机师傅说 谢谢叔叔 听了你一路的开导 现在也没那么难受了 祝你生意兴隆 身体健康 司机师傅说 小姑娘 好好生活啊 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看 努力生活就是了 别想太多了 把其他的都交给时间 严小小拿着行李去办托运 换登机牌 进安检 上飞机 看着窗外距离地面越来越远 飞机越升越高 生生压住心里的不舍 机场 是一个有关离别和希望的地方 它充满了眼泪 悲伤和不安 害怕离别的人 也是抵触去机场的人 就这样吧 好好生活 期待最好的相遇 严小小对着窗外小声地说一句 再见 对不起 第38章 回到家乡 下飞机 严小小拿着行李箱走出机场 来到路边招了一辆车 报了去客运站的地址 严小小家在A市下面的农村 要坐客车回镇上 再坐个三轮车回村里 到客运站 刚好有一班车要出发了 买好票上车就出发了 一个小时到了严平镇 在镇上的汽车站外面 就有很多三轮车 都是跑周围村子的 严小小正在看着哪个车 就听有人在叫他 小小 小小 后面 严小小转头看见 是村里的一个熟人 是他家隔壁的严二叔 严小小推着行李箱走过 喊道 严二叔 你在这儿啊 严二叔憨厚地笑着说 小小 你回来了 是回来看你爸的吗 严小小笑着回应说 是的 严二叔 我坐你的车回去吧 不过 我还要去买点东西 你能载我去吗 严二叔把严小小的行李箱 提到车上说 走吧 反正 我这是最后一趟了 严小小上车坐好 严二叔拉着严小小 来到镇上的唯一一个大超市 在超市门口停下 转头对严小小说 小小 你进去买吧 我给你看着行李 不用急的 严小小点点头 进去超市里面 推着一个购物车 耳边都是熟悉的响音 听着感觉很亲切 还是自己的家乡好呀 给父母 爷爷奶奶 太太 买了一些 他们平时不舍得买的东西 也给严二叔家 买了一些小孩子爱 吃的零食饼干之类的 他们家有个小孙子 严小小知道 如果给严二叔钱的话 他肯定不会收的 就给他孙子买点东西 就当车费了 买完东西 结好账 提着几个大袋子出去了 外面车上等着的严二叔 看见严小小 提着几个大袋子 很是觉得费劲 赶忙过去接住袋子 拎回车上 三轮车本来就不大 再加上一个大大的行李箱 坐个严小小空间就不大了 严小小先坐下 把几个大袋子 放在行李箱上 腿上再抱着两个 严二叔看严小小坐好了 启动车子出发了 一路看着车外的风景 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模样 路边有人赶着一群羊走着 地里有人在干农活 一切都是这么多熟悉 想着小时候 也是这样 跟在哥哥姐姐后面干活的样子 虽然很多时候 他都是捣乱的那个 拿出手机还在关机状态 上飞机的时候 关机了就没开机 想到什么事 拍了一下脑袋 忘记买一张电话卡了 算了 等有时间去接上买吧 十分钟后 车子停下了 严小小看着车外车子 停在了自己家门口 下车往里面喊道 爸妈 在家吗 出来一下 正在屋里坐在沙发上看 电视的严爸爸 拿着遥控器的手一顿 感觉听见了小女儿在叫他 朝外面厨房的位置喊 老婆 老婆 我好像听见了 小小在叫我呢 你出去看看 严妈妈擦着手出来 大声地说他 我看你是看电视 产生幻觉了吧 小小还在帝都呢 他怎么可能回来 说完就看到大门口有个人 是隔壁的严大午 提着一个大大的红色行李箱 疑惑地问 大午 你 话还没说完 严大午身后 就冒出了一个脑袋 一个人都不出来接我呢 严妈妈赶紧过去 接住了严小小手里的袋子 轻轻地拍了一下严小小的背 臭丫头 搞突然袭击啊 赶紧进去 大午 麻烦你帮忙 把行李箱提进来 三人走进堂屋 严爸爸准备起身拿拐杖 看见三人进屋 笑着对严妈妈说 看吧 我说是小小在叫我吧 你还不信 还说我产生幻觉了 严小小赶紧走到严爸爸面前 对严爸爸说 爸爸 你腿都摔断了 怎么还不知道注意一点呢 你别乱动了 有事就将妈妈给你弄吗 严爸爸好脾气的 笑呵呵的模样说 我知道了 我看你们这么长时间没进来 就想出去看看 说完就像怕女儿 还要说自己的样子 赶紧转移话题说 大午 赶紧坐下喝口水 麻烦你送小小回来啊 严小小接口说 是要谢谢严二叔 要不是正好在车站门口 看见严二叔了 我还不知道坐谁的车呢 严二叔还帮我看行李箱 提东西的 第三十九章 来自家人的关心 严大午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笑着说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看着小小长大的 碰见了帮把手 不是应该的吗 严妈妈给几人倒水喝 拿出苹果 香蕉推到严大午面前说 大午 是应该好好想想你的 别客气啊 吃水果 几人聊了一会儿天 严大午起身道 五哥 五嫂 小小 我就先回去了 家里还有事要忙呢 说完就向门口走去 严小小赶忙把准备给严二叔的袋子 递给严妈妈说 妈妈 这是我给飞飞买的东西 严二叔肯定不收我的车费 我就给飞飞买点东西了 你赶紧给严二叔拿去 严妈妈提着袋子就追出去了 喊到严大午说 大午 等等 跑那么快干嘛 严大午回身说 五嫂 还有什么事吗 严妈妈把袋子放在了严大午的三轮车上说 这是小小给飞飞买的东西 你拿回去 严大午听完就想把东西拿下来说 五嫂 我说了都是小事 你这么客气干嘛呢 严妈妈拉着严大午说 这是小小给飞飞买的 买给小孩子的东西 又不是买给你的 再说了 我也没说过 给你车费钱吧 说完就催促着严大午 赶紧回去吧 你不是还有事吗 赶紧走 转身就回家了 把大门关上 回到堂屋 看见父女俩有说有笑的 走到小女儿旁边坐下说 严头 你怎么现在回来了 严小小一下就不高兴了 对着严爸爸严妈妈说 你们还说呢 爸爸脚摔断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要不是姐姐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呢 接着又说 我现在回来就不打算出去了 严爸爸听着就着急了 说 怎么不去了呢 不是好好的上着班呢吗 严小小现在还不想跟他们多说 就含糊道 我不想在外面 我想回家 还是在家里面好 妈妈 我饿了 什么时候吃饭呀 到家的时候就五点了 今天就在飞机上吃了点飞机餐 肚子早就饿了 严妈妈一听 严小小饿了 赶紧起身往厨房走去 严说 我炖了一只鸡 再炒几个菜 你去奶奶家叫他们过来吃饭 严小小跟着妈妈去厨房 闻着鸡汤的香味 口水都差点流出来了 偏头看看严妈妈没注意 就加了一些空间泉水进去 正好今晚家里的老人都在 可以改善一下他们的身体 严小小拿起勺子 搅着锅里的鸡汤 严妈妈好笑地看着他说 小馋猫 少成一碗 先垫一下肚子吧 哼 好久没吃过妈妈做的菜了 今天也没怎么吃过东西 肚子早就饿了 端着严妈妈给他盛的鸡汤 美美地喝着 好享受呀 喝完 放下碗说 妈妈 我去奶奶家了呀 说着就跑走了 一下想着肚子里还有宝宝 就停下了脚步 奶奶家离严小小家也不远 走个五分钟左右就到了 推开奶奶家的门 喊道 太太 爷爷奶奶 你们在家吗 后院传来了奶奶的声音 谁呀 在后面呢 严小小打开厨房旁边的小门 来到了后院 看见奶奶在喝鸡汤 准备喂鸡 严小小喊道 奶奶 我回来了 严奶奶转头看见 是小孙女高兴地喊着 哎呦 我的乖孙女儿回来了 来来来 奶奶看看 哎呀 是不是没好好吃饭呀 怎么都瘦了呀 以前每次回家 奶奶都说她瘦了 在家人眼里 自家的孩子 好像永远都没胖过 使劲投胃 严小小好笑地说 奶奶 我没有瘦 还胖了呢 我有在好好吃饭 严奶奶没好气地说 明明就瘦了 等一下我给你抓一只鸡回去 好好补补 严小小赶忙拉住奶奶说 奶奶 我妈妈叫我来喊你们去家里吃饭的 我太太跟爷爷呢 怎么没在家呀 严奶奶被严小小拉住了 说你太太去找村里的老头下棋去了 你爷爷去地里了 都快回来了 等一下我把鸡喂了哈 严小小抢过严奶奶手里端着的盆子说 奶奶 我来 我好久没喂过鸡了 你出去找找太太和爷爷 等会儿好回去吃饭了 我都饿了 第四十章 搞事业 严奶奶听说孙女儿肚子饿了 就赶紧转身洗手 出去找人了 严小小看奶奶出去了 就在盆子里加了点空间泉水 再办一下 一边把鸡石倒在鸡草里 一边说 小鸡们多吃一点哈 多下一点蛋 喂好鸡 走到前院洗手池那里 打开水龙头洗手 大门处爷爷奶奶就一起回来了 爷爷肩上还扛着锄头 看见严小小 脸上笑开了花 严小小喊道 爷爷 我回来了 爷爷笑眯眯的说 小小丫头 回来了 你好像哈还长高了一点了 奶奶在一旁说 我还说她 瘦了才是真的 爷爷说 长高了 抽条了 不就瘦了吗 等会儿给小小抓只鸡回去 严小小连忙说 不用了爷爷 家里有鸡 我妈知道 我在你们这抓鸡回去会骂我的 你们忍心 我挨骂吗 爷爷奶奶还没说话 门口就传来了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说 谁要骂人呢 严小小高兴的跑过去 太太 有没有想我呀 严老太爷 现在是村里年纪最大 辈分最高的老人了 所以村里人见着他 都会叫他严老太爷 严老太爷慈爱的摸摸严小小的头说 原来是小丫头回来了呀 太太可是每天都盼着你回来呢 严小小高兴的挽着严老太爷的手撒娇道 真的吗 太太 我肚子饿了 我们赶紧过去吃饭了吧 奶奶在后面锁门 几人朝着严小小家走去 回到家 严妈妈已经把菜端上桌了 招呼着几人坐下吃饭了 爸妈 祖祖 来吃饭了 等老人落座了 严小小跟他爸妈才坐下 严妈妈给所有人都盛了一碗鸡汤 严奶奶喝了一口惊喜的说 哎呀 这鸡汤怎么这么好喝呢 其他的东西啊 几位老人都喝得很开心 严小小就说 那肯定是因为我回来了呀 大家心情好了 吃饭就香了吗 哈哈哈哈 一家人边吃边聊 有说有笑的吃完了晚饭 饭后大家坐到堂屋的沙发上聊天 严奶奶拉着严小小的手说 小小 这次回来什么时候走呀 严小小说 奶奶 我不想出去了 我想在家里 三位老人听他这么说都吃惊了 奶奶说 怎么想着回来了 是在外面被欺负了吗 太太一听就急了 谁敢欺负我家小小 看我不打断他的腿 同军走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走过雪山 翻过大山 跨过大河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 他已经五十岁了 还是上了战场 虽然是后勤部队 也是见过了战争的残酷的 看着新中国 慢慢的繁荣富强的 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辛酸历程 在战争打完后 为了躲避那些勾心斗角 太太退伍回家种田了 往后的几十年 就在村子里安度晚年 再也没出去过了 严小小知道 家里的老人最疼爱他了 他是他们那一辈里最小的 也是最惹人疼爱的小孙女 严小小对太太说 太太 没人欺负我 我就是想回家 不想离开你们 严爷爷说 那你想好回家 做什么了吗 严小小想了想说 我有同学是农科院的 他们是研究果树的 他们研究所出来了新品种的桃树 我跟他订了一千棵树 严爸爸说 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就是为了回家种树吗 严小小说 爸爸 我不觉得回家有什么不好的 这是我的家乡 我长大的地方 现在国家也提倡大学生 回乡创业的呀 严爷爷说 好了 既然小小都想好了做什么 那我们就支持 小小 你是想拿家里的果园种桃树 还是怎么弄呢 严小小说 我们家后面 那座山有人承包了吗 太太说 前几天我听大强那小子说 之前承包这座山的老板资金紧张 今年好像不承包了 说着 就对严爷爷说 自强 你明天去村部问一下吧 严爷爷点点说 嗯 好的爷爷 严小小看着家人都这么支持自己 心里暖暖的 这就是来自家人的包容 无论自家的小孩要做什么 都是无条件的支持 严小小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一定要成功 不能辜负家人的支持 专心搞事业